对吧 Obito这些选手们 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枪法都很刚 所以其实今天对比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过很多次的 一个进入状态的一个速度了 对对对 尤其是其实就是之前看他们的比赛 就与莫之云选手 其实给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因为他真的在他C起来的局 真的非常的C 对对非常自信状态都拉满 我们先来看一下 Enter这里的出展名单 AC小时77 Spring War 然后是Bear 最后是Yoke Monster 是比较熟悉的五个人 是的 也没有替补队员 但是现在看到 Spring War这个点 也是他们队伍也是打一个单C的体系 也是要看考验到这边 突破手的一个手感和状态 其实今天一上来 我觉得有一个话题点可以讲的 就是两边的一个队位 就Spring War和宇莫的一个队位 就双莫之战 对吧 所以其实在 我觉得对于两支队伍来说 他们两个一个大哥位的一个 进入状态的速度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他们可能比赛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发展 这里也是看到 朱雀的出展名单 阿阳 Burling Obito 然后无敌 宇辰 最后一个宇莫 是 就说到这个点 就其实 我觉得还是 我们之前说的 包括其实宇莫 他的一个英雄词 我觉得两个 就两 两边选手的英雄词很相像 对 都是玩杰峰和雷兹 这两个英雄 是 包括像是 其实我觉得宇莫 可能有一个点 会稍微优于Spring War 一点点的 就是他在使用 民居的一个准度和能力 是的 确实是会 相对Spring War来说 可能会准一些 但是现在 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 就进入状态的速度 就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他们一个 比赛的一个进程 所以其实两边也是 当然宇莫也给我们展现出 有个别场次的比赛 出现过可能 进入状态速度 比较慢的一个情况 是的 就还是说考验 就选手的一个手感问题 还有这局打得顺不顺 如果说你让宇莫 这名选手手感打起来 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存在 对 其实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是 这个级别的选手 你让谁进入状态 速度快的话 对于另外一方来说 都不是一点好消息 是的 所以其实 我觉得 这个是选手状态的 一个方面吧 另外就是我觉得 他们在地图的 一个选择上 也是很相像 就两只队伍 都是比较喜欢 去打一个裂变峡谷 就在这张地图 都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发挥 包括像是 恩特他们在这张图里面 打微波也是能打的 然后包括像是 这边朱雀 也曾经在这张图里面 拿过胜利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这张图上面 两边要不要 在第一张图拼一下 拼一下 对 到底是扳掉 还是拼一下 我觉得很期待 是 九一棋这张图 他们的阵容 也是一样的 对于雷斯杜卫丹西 然后再加上 最近刚新出的 英雄圣伯勒 这个体系 然后这样的对局来说 其实是我们 比较想看到的 也是双方的强图 而且双方都会 去选择这样的图去打 然后状态 其实来说 也是比较重要 而且我之前也是说 为什么会在 裂变峡谷拿到雷斯 就可能说 他这个英雄的技能 会比较好配合到 铁币 加上新坠 这样的技能要求 这样配合到 能打出更好的伤害 或者一些combo的效果 对 是的 其实我觉得 两个英雄 都是属于清点比较强 一个是他 还有一个新英雄 一个霓虹 霓虹 但霓虹有个问题 就他的Q技能 是没有伤害的 对 而雷斯的包括 其实他的一个花车巡 有踩雷 飞剑都是有伤害 包括甚至大招 晚安宴会有一个 很强的一个破点效果 所以可能这个是 霓虹所不存在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这张图里面 当然很多队伍 就包括可能有些国外的队伍 可能会喜欢用霓虹 但是我们国内这边的话 在这张地图的话 还是就看了这么多的比赛 还是比较偏向于雷斯 这个点 是的 尤其他也是能配合到 铁臂这样的一个英雄 对 然后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的选项 不知道会不会拿出 猎边峡谷 还是扳掉 然后 就我觉得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两个 聊了这么久 猎边峡谷 一上来给我们扳掉 感觉就很奇怪 对吧 是的 有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不好说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两支队伍 确实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属于是尺寸必争的一场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朱雀如果赢了的话 三杠一他们是确定出现了 是的 但如果恩特能够赢下 朱雀这一场的话 那么他们还有理论上的 一个出现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是选择拿出 大家都比较擅长 比较强的地图出来 拼一波呢 还是说直接把它给扳掉 我们就不要拼了 我们也不要去 不信这个鞋 而且对于朱雀来说 现在打到现在 还有两张地幅 他们没有打过 我们先来看一下 恩特是把自己的 霓虹钉扳掉了 是的 那看一下这边 朱雀的扳图 还刚刚说 他们有两张地图 没有打过吗 一个是亚海选城 一个是霓虹钉 然后恩特直接 把霓虹钉扳掉 然后朱雀是扳掉了 影视修所 恩特选图 是先来到了亚海选城 的确 然后朱雀选择了防守方 也是这次小组赛 朱雀也是没有 没有让我们看到 他们在这张地图的表现 我的天 这是什么 朱雀选到了 深寒东港 可以 就硬要打我们的脸 感觉 是的 那恩特是扳掉了 员工重镇 就不会扳 烈灭小谷吧 朱雀 还是扳掉了 nice 是的 这真的有点出乎意料了 那最后一张图 是来到了 这边的一个微风岛屿 微风岛屿 其实在这样地图上面 其实恩特 有点劣劣势吧 我觉得三张地图 选下来有点 就打技能配合的地图 比较少啊 包括像是 亚海选城 三东港和微风岛屿 属于是大家比较公认的 三张比较拼个人实力的 一个地图 是的 因为它的作战的交火 距离比较远嘛 然后其实也比较拼枪的 一个地图 那说白了 今天就是大家打状态了 就我完全跟你拼一个状态 拼一个拼枪的一个手感了 我也不跟你搞这么多花里胡哨 也免得你给我搞这么多 花里胡哨的一些 什么技能配合 combo之类的东西了 其实朱雀把 这个影视修所搬掉 我是能够理解的 这个能理解 的确是 恩特是在这张地图上 有不俗的表现 是 没错 但是其实恩特搬 牛丁 牛丁之前是他们比较 擅长的地图 因为它是 因为恩特是比较擅长 于团队作战 在这种小地图 它更有效率的 能做到技能的衔接 一些配合 是就可以啊 就我记得 就我已经给不同的地方 啪啪各种打脸 对吧 之前微博那场比赛 对吧 就是我猜的 当时MVP是 AAK结果一出来是疯疯 然后这场比赛 我们猜了半天 猎变峡谷 结果没有登场 对被朱雀搬了 可以好玩呢 那我们就回归到 第一张地图 我们来说一下亚海玄城 亚海玄城这张地图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点是 我们可以去说的 就是这张图 其实圣伯乐的 一个登场率 还是蛮高的 是的 的确它可以去替代到 其乐的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目前来看 就是小组赛来看的话 其实其乐的上场率 要比圣伯乐的要高 是的 的确它的 就是其乐的 这个它的大招 全面封锁嘛 是更有效率的 去能够帮助到团队 对是的 就怎么讲呢 就是其乐这个英雄 可能就是 会更偏向于 比较打团的一个选手 是的 而圣伯乐这个的话 就比较拼个人能力的 一个选手 就比如说 他们就是有些 可能包括像阿阳 这个选手 我觉得如果你让他选 他肯定是选圣伯乐的 对吧 因为其实其乐 这个英雄的话 它的一个全面封锁 在打反清 在回防 在打进攻的时候 它的大招很好用 但是 是的 如果说是 圣伯乐 是没有像是 其乐这个点 但是 其乐的一个 单摸的能力 是不 就跟圣伯乐来说 是差很远的 因为他有技能限制他 他两个技能 如果说是离得太远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 激活的 那两个技能 会瘫痪掉的 所以其实在单摸 就想发挥 施展个人能力 上面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 确实 圣伯乐要高于其乐 优先机会更高 是的 但是这张地图来说 其实首先登场的C位 一定是这个捷锋嘛 因为他必须抗拒 如果说你 圣伯乐登场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 就是重复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双拒其实我觉得 很多队伍也会 也会去使用 对也会去使用 但是对于团队来说 我觉得其乐 要更高于圣伯乐 对团队上面肯定是 就但是还有一个点 就是之前 我跟一些选手 去交流过 就是为什么他们 就是有些选手 在圣伯乐出了之后 选择拿圣伯乐 这个英雄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在 特别是在中路的 一个掌控权上面 圣伯乐的一个优先级 会更高一些 因为在中路的 掌控权来说 其实其乐的 那个自动哨兵 放的位置比较局限 因为他的一个 激活的一个范围比较小 那其实包括 因为现在比赛里面 这张图的一个 裂销的上场率很高 而且裂销 基本上有很多选手 都会选择用两发的 就是用一发的 双弹的一个雷击键 去清掉中路的一个技能 是的 那其实圣伯乐的技能 可以放的偏厚一些 他就没有那么容易 被清掉 而且他是有一个 效果在的嘛 如果说李奇勒的 这样一个自动哨兵 放在那个地方 被打掉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对 没错 所以其实 当然在中路的 一个掌控权上面 可能圣伯乐会 优先局会更高一些 但是 我其实我还是说 觉得还是 选手个人风格会决定 就是你还是想去 看到圣伯乐 这样的一个上场 是 确实 那看一下吧 因为现在来到 英雄选择见面了 应该快要来到 对 来到英雄选择见面 那看一下两边要怎么去选 是的 其实我知道的 Enter这边是 会去选到一个KO 这样的英雄登场 对 他可以 第一 他是可以去代替 斯凯这个位置 就可以打到一个反清闪 是 而且我觉得 他比较强的一个点 是他的抑制效果 对的 确实蛮强的 尤其是你问杰峰 开启自己的GN 被没收了 被没收 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圣伯乐刚组装好了 孤高火力 结果没了 对 所以说朱翠这个地方 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中 我们是没有看到 他在这张地图上面的 英雄选择的 还是比较期待 这边Obitos是亮了瑞娜 我是不信的 对 就主要是有一个点 就是现在在这张地图里面 记得拿瑞娜的 好像只有浩然 O2 对 O2 就只有浩然 对 浩然拿过瑞娜 但其实这张图 我觉得瑞娜 就太拼个人实力了 太持个人实力 但朱翠是有一个点 就是他们队伍里面 包括像是阿阳 包括像是宇墨 已经算是 比较打个人实力 比较是有一个无限开火拳的了 那你如果再拿一个瑞娜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这个阵容拿起来 是的 这里还是去选到了奇乐 阿阳是 斯凯 斯凯 还是选的斯凯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 如果说引路之损这个问题 和Kale这样的英雄相比 其实都是有一个闪位 而且他其实作用是差不多的 是 没错 但斯凯还是我觉得 他有个能力比较强的 就是他可以利用他自己 不管是他的 悖灵之火 以炉之损 还有他的大招追猎之灵 是可以清多个点的 他是可以同时清多个点 是的 这个我觉得他相对 就其他英雄 可能相对斯凯来说 比较劣势的一个点 就在这里 没错 这样的话看来 其实大家的 这两支队伍的风格 其实大将竞艇 是差不多的 那 这张地图 其实还是取得 中路的控制权 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 所以一般来说 不管是你刚刚说的 圣伯乐还是奇乐 都是放在 放一个技能 放在中路这个位置 防止你入侵 对 就对于防守方来说 中路我就算 不能整条空下来 我至少拱门以内的 我要空下来 就拱门市场这个位置 一定要空下来 那我可能去 B点来的回防 一个A点的话 更好打 我A点即便放空的话 但是我打回防 我也是比较好打 我路线会更多 是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起枪情况 我们看到朱雀的余梦 是直接起来吧 正义 就快速的 让自己的手感起来 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很多截峰都起正义 就什么像王浩泽 对吧 像雨墨 对吧 都会起 包括像之前 其实有很多截峰 都会在索杨局 起一个正义了 是的 进攻 先行进攻的是 Enter 这里还是去想 抢夺一下 你的A通的一个控制权 A通这个位置 空下来以后 是比较 能听到小道 这边的信息 脚步 都是可以取得 很好的东西 是的 就信息 或许方面 会更直接一些 那看一下 这边中路的一个掌控情况 防守方这边朱雀 是把中路给控下来了 没错 这个位置 其实控下来了以后 Enter这里是四个人抱团 来到了A通 还是要选择打一波A 无人机 但是三个人在A 这个位置 阿阳这里要 开启了一个P0之虎 那其实A点三个人的位置 确定了呀 因为无人机 是看到了一个新坠 然后也放到B0之虎 也看到了雷击键 那知道A点是有三个人的 没错 小时七七 这里还是在做一个断后 或者是一个弹摸的情况 还是打得比较慢 但是有一个点 手枪局打B点 去冲奇乐这个防守 也是不明智的 不明智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要强行冲 但是这边人很多 看一下新坠 过来进来 Spring 直接是收掉了 这边的一个雨晨 那看一下这波对枪 阿阳也是没对过 贝尔 贝尔是直接收掉了阿阳 这样包点就站下来 站下来就可以 安放爆能器了 是 铁箱包 看一下爆能器 开局 前两枪看起来 确实是恩特进入状态 速度更快 噢呦这个闪 打上来 打了三个大白 那Bling是掉了 雷击剑 电了点血量 但是看一下Spring 还要再往上跳吗 配合过来 诶 雨墨反身的一个 两枪是收掉了Spring 但是血量是比较偏低了 这两个人的血量 欧比特在打掉这边小石兮兮 那二打三的一个残局 看一下已经有人往下跳了 这个位置 测试先收一个 而且欧比特的位置 也是被发现了 被帮我们一个寻地剑 是的 贝尔是拿到了这个人头 那恩特是拿到第一分 第一分其实打的比较 其实还是拿信息比较多一点 因为他知道你A点是没有其乐的一个状态 所以还是选择去打 这样进点主要是Spring 墨进点是收掉了在包点的余程 是 这样一个突破口打开了以后 后续的进点补枪位 行程 这样包点就很容易被占下来 对 而且因为我知道你这个点是三个人 但是你总不可能这个点三个人 以后B点的其乐还过来防守 你A点肯定是只有这三个人了 这其乐的铁定是在B点 所以的话他们选择去打一个没有其乐的点 也是比较明智 对 恩特是起了三把亥灵 留了两把的鬼妹在手上 还是我觉得他们的打法还是比较偏团 对吗 比较前期去找信息是比较居多一点的 是 这样有利于自己的一个默认的加点 语墨一个闲顶 中路这个位置还是被控下来 哦 这里是两枪头吧 打掉了这边的一个鱼墨 再一枪头 哇 把Spring也给收掉了 是的 哇 这鱼墨的手感火热 现在开局来了一个零化二的局势 对于恩特来说 怎么去控这个中路 给一个闪漂亮 这边小石西西 拉出来是把本领和鱼墨都给收掉了 像人数来到一个军事枪械 也是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三个人选择抱团去打一波 诶 这提速吗 朱雀也是知道了 B现在没有人 赶紧去选择回房 是 而且因为A点这边前顶的是 欧比头这边前顶到 已经是知道你没有在A边A这边的 那大概率是打一个B点 没错 B点三个人抱团 还在摸 知道你其乐掉了 所以选择来打B 但是有烟还行 有烟在这个位置 中立之井 来一下 没有挂到一损 但是阿阳这个位置 但是把标配啊 搜不搜 外面已经打了过一换一了 有人在蹦蹦跳下 听到了 要安包吗 不去看这个位置没搜点 那先收一个 一打一的一个残局 欧比头过来可以捡一把枪到 他选择选择先穿一下 他得去去拿这个暴能器 雷击剑电一下 我看到了 再给一发无人机 那小时兮兮的位置已经是被确定了 可以捡枪过来 雷击剑 学下血量过来拉出来 一波跑来打 欧比头是收掉小时兮兮 拿到了这一分 主要是立功在雨末这个点 开局先打了两个 后续清点还是 恩特这边不是很仔细 对 就其实当时 恩特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配合 就是在A的一个圆点 这个位置是给到了一发 这个闪存过载 然后去配合小时兮兮兮 拉出来是收了两个人了 但是在后续 进点的这个情况下 被打了个一换一 而且也没有搜船屋这个点 对 没有去搜这个点 导致自己的侧身被打掉了 是 安包的人没了 是的 后续发 其实我觉得恩特已经很亏了 非常的亏啊 这样起了三把枪全掉的情况 这局又没拿下 只能一扣了呀 是只能一扣 所以中路控制权 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 确实 进去要控制下这个中路 防止被被别人潜压 是 如果猛者直接无人机过来找 还是要来清你的中路 这个位置 这个中路一定要控下来 对 一把亥林 这把亥林 你不敢往前走 我比头先收小时七七 比通这个位置的人掉了 那集合要打A吗 看一下A小这个位置是阿阳 但是狂徒与亥林的对拼 呃 得拉开赶紧拉开 因为拉近距离的话 其实这个亥林是比较好用的 没错 这里还是选择打一波A小 哎 因不知损 探到了 知道你也小近点了 这个地方穿 我穿了一枪 Berlin过来 Berlin是个被身 是被收掉了 在A点是打了波一换二 那看一下再给一个闪闯过载 过来能收一个吗 宇墨交出了自己的竹锋 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二路架枪过来 压一波枪先收一个 但比尔拿到了一波三杀 一打二的一个残局 先捡起爆能器 拉过来 有人在跑打 哦 打不上呀 看一下这个位置 最后Berlin拉出来 是一枪都收掉了 比尔拿到了这一分 也是提前枪收掉了 对啊 其实这波一口去打的也是可以了 也是掉了朱雀的三把枪嘛 但是我觉得朱雀这边的经济上 还是能够接受的 是的 经济你看 这里OBITO已经就五千块钱了 五千多给队友发了把枪 而且宇墨这里是有自己的巨刃在的 没错 这样其实恩特在被一扣去翻盘以后 也是终于起到了自己的长枪 对于这样图来说 还是去控制中路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五个人恩特 是选择爆弹在B外了 对 但其实A点打得很好 但是因为BB通那个位置先掉人了 没错 A点这边也没什么办法了 相线劣势 那看一下中路的一波对拼情况 开标标四标都没标到人 宇墨还剩一标再飞起来 这个位置很危险 是的 但齐论看到是挂在一个后点的位置 就防止我被五个人去穿 而且是他如果说被这个零点兽弹 秀到的话 他的技能没用了 对 他的技能都没有 啊 这里开启自己的无销命令 过来 刀被没收了 但欧比手在穿烟 哦呦返穿 欧比手这边很残烂已经 只能先往后撤 进来 Spring 可以先关一个门 宝点是成功 应该是被拿下 因为所有人都是 防守在后点的一个位置 5为5的一个回防 斯凯 玉神之息 回一下血量 这个位置还是要先轻点 进点 这个先放屁林之虎 哎又被收了 是 这个刀又被收 而且 这个刀只有一发 他只有一个one type的机会 看一下这个位置 压一波 先收一个 阿阳补掉这个人 那 悠个monster 也是出来收掉了 阿阳 现在人数上 N特是有领先的 他知道你必通是有两个人的 绝 准备组团来清 一直在pk 这个位置很难受 过来打掉 那看一下 1打2的一个残局 只称 宇晨了 5滴血 这个残局感觉有点困难 是的 宇晨要选择宝枪吗 这个位置加一个过点 还是去打掉你的枪比较重要 这个位置能打 拉出来 没问题 血量太低了 是 其实这一波朱雀的选择 战中选择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知道你是有一个无效命令 在是 然后我们看到 其乐是已经站在了B痛 就是复合 复合点的位置 对对对 就其实 还是那个点就是 恩特在进入到宝点之后 安了这个爆能器之后 其实他的铺 他的枪线铺展开来了 他人人员站位是到位了 所以朱雀想去打一波回防的时候 其实他是遭到了 毛毛多的一个枪线 那不停的去打一换一一换一 其实到最后 我觉得架枪都永远是有优势的 主要B痛这两个人 拖了太长的时间 对是没错 让包顶的人出来打特身 2比2 但是恩特这里 大招循环上来了 是有着其乐的 对 全面封锁 直接选择布置 但这个位置感觉 全面封锁可以穿呀 穿他全面封锁 雷记剑过来了 看一下 全面封锁 没穿掉 没错 穿掉了穿掉了 穿掉了 那个位置还是能穿的 没错 就用正义是能穿的 但是是假的一波 fake 我们看到爆能器 已经被恩特带来了 是 这波看一下 只看到两个人 但是A点的人 也没有去B点支援 是的 A点也没走 因为知道 全面封锁已经没有了 是的 那恩特这波 其实感觉上就 前30秒就白亏了个大招 这波 快的节奏没打起来 快的节奏没打起来 想打fake 但是这边fake也打不出来 就有点难受 A宝点现在迅速补防 已经来到了三个人 哎 看一下这一发的一个零点修炭 这个很快就会被 哎 这个位置 雨沫躲一下 哦 没躲到 但是没什么问题 这边进来看一下 重力直锦 吸到两个人雨沫 压一波枪是收掉了两个人 但sprey莫过来 也是收掉雨沫 我必须这个用从烟里拉出来 能不能到台 哎 能不能抓太美 看到头皮了 看到头发了 哎 也被看到了 他应该是有意识的 但不不打算先打这个截封 但这边哎 截封过来 还是被 我必须给收掉了 无人机 但柏林 这里有七滴鞋 过来侧面 Yoke Monster到位 拿到了一波双杀 正面是勾了一波 是对 然后而且柏林这个位置 被穿上了残血 Yoke Monster迅速补枪 打到两个人 哎 三比二 这波其实 呃 sprey莫还是sprey莫吧 进点还是能稳定收掉 人头是很重要的 是 就包括其实当时 有一个点 我们没讲的是 贝尔在破点的时候 是拿到了一波双杀 他先把点里的两个人 给击杀掉了 所以其实后续的一个进点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人数优势的 没错 而且其实欧比特那个位置 比较关键的是 他看到了杰封的头皮 但是有反被ent的人看到 他想先打电箱的人 是 然后回头再找杰封 结果两边都没打到 没错 二比三 ent 这个位置 还是看到两个人 觉得你两个人前顶 是 是的 这边看一下在吸球 要不要拉出去呢 这个位置 但是有人在架 他也不敢拉 但雨晨是一把正义 他正义 只能去抽抽奖 试一下了 摸一下 这个位置给一个消散 怕你拉出来 阿聪是带来一个 哎 又开始打fake了 穿着去抢的抢夺你前点的一个 位置 是转B点 阻止你去获得信息的能力 B点这个位置 他停到脚步了 大脚步来的 而且有一个自动哨兵 自动哨兵发现了 给一个纳米风群 赶紧往后退 也是阻止一下 是的 赶紧往后退 三个人抱团 哎呦 这个地方被传了一枪吧 还行 还行 不算特别伤 但只看到一个人 这个位置感觉 恩特有点犹豫了 两边再来回奔波 其实也没有拿到很多的一个信息啊 其实还好 因为知道你齐乐在B了 对 只是知道齐乐在B 在3A的一个过程 这个位置 这个看到了 这个位置 宇墨感觉有点难 过来一个右键 先左键标一个 没问题 贝尔拿到一波双杀 过来宇晨先收一个 宇晨拿到一波双杀 但是悠可猛斯特 也是补相很到位 二拿三那个残局 看一下点内的话 正面是只有一个欧比特 他等一下齐乐的一个回归 齐乐是要选择绕后了 是 应该打一波包夹 但是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自动哨兵的 自动哨兵的位置 哎 自动哨兵是不是离得太远了 没激活 这个会不会是个隐患呀 知道也确定你的位置了 对这个位置 二楼的 欧比特也是应该是被发现过 哎 那请一把枪起来 这个位置本领是有作战力的 拉出来先收一个 打了不一换一 一打二的一个残局 有点困难 熏地剑 哪直到二楼下 是一个小学习 欧比特 对 他是一个正义 180度的强线 那感觉他往下跳 有点困难了 这个位置 他拖时间 感觉他拖时间去架枪 看看能不能 哦 没有 毕竟还是一把阵 你只能去选择 去二楼这个屁可抽奖 是关键他那个位置 他站那个位置 是可以被穿到的吗 也没有办法 对了 其实这波 呃 雨晨在 A包点是收两个人 但是被补枪补掉 是一个很伤的事情 主要小到两个人 被一个闪存过带 是的 没办法 就而且其实雨晨 我觉得比较强 那个点就是他的正义 确实每次感觉都有收获 没错 这样 朱雀是现在是拥有了四个周 终继技能 但是比分是 比较低的 对对对 就比分现在还是个落后吗 但是这一分的话 雨墨是起到了一把明居 这个雨墨赶紧去 中路这个位置 尝一下点 也但是 安特肯定是知道 你有这个经济 去取到这个明居的 是在家 中路这个位置 也不敢太过的 太过多的一个peak 是 中路要压出来了 轻件 这个位置 轻件帮忙打一下 知道你中路有人 帮忙打箭 所以赶紧去开 我对雨墨的位置 压得很前 但有炮台 炮台是发现他的位置 他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感觉 可以往后撤了 感觉可以往后撤 不着急 加一个中远 五个人要抱团 安特还是选择去抱团 去打一波 这边中路的信息 其实 这里看 怕你中路去前压 在近点 所以开启一个消息 无人机去清一下 是 反清一下这个位置 过来 好 雨墨是 雨墨的这个居位 是还没有被发现 还没有 还没有暴露出来的 是的 回旋跳 还在看你前点 有没有顶着 因为他们前期架的 默认都是比较偏好 连续球分裂 这边也是给到了一个 这边的一个无销命令 看一下 要进点了 这一波 很快 呃 欧比特感觉支援不了典礼的一个 本人的本人这边已经打了打 拿到了一波双手 上升 再来吧 呃 打残了 但欧比特拉传是收掉这边的一个 spring ball 可以拉起来 这边 可以有是可以拉起来的 选择明居过来抽一枪都没抽到 阿阳是收掉 york monster 但是这边可以有应该是拉不起来了 ac被架死 一打二的一个弹局过来 先收一个 一打一 有没有机会 可以有已经碎了 那都最后 雨晨也是收掉了 ac拿到了这一分 主要 从后面的血量实在是太低了 是哇 静点的第一波 Berlin这波双杀很致命啊 很关键 很关键 真的是对于恩特来说很致命 是的 其实对于后期连接宇宙分裂以后 并没有人去管到Berlin这个点 哎对 是的 就其实给到了宇宙分裂 而且给到了一个无效命令之后 感觉他们可能在静点的过程中 有点大意了 就觉得你应该不会站在一个静点 去架我的 但是这边Berlin就是站在一个静点 拐角处架到了两个人 是的 因为知道你上一次 我开无效命令的时候 我是站在一个后点的位置 对于是我跟你打一个非常规 我现在进点去架你的枪 没想到这个纯粹没想到 这里还是先来抢一波A通道 这样恩特来说又是一波半起机 直接进打一波快攻 想打一波快攻 你知道有明军 哦啊 被吸被中力之影吸的情况下 还是收掉了Spring 到了 贝尔这个位置被挂了个衣伤效果 躲一下寻击剑 阿聪是一把狂徒的位置直接连接 连接就分裂 去隔绝一下你的一个位置 但是这个回防有点不好回啊 看一下哎 但是这个暴能器还没安 没错 还在跟你打消耗 还在架在架 啊 这个位置我强行拉出来 只有一个 别人把它给补掉 人数上恩特还是个劣势 是的 朱确是有优势的 这个位置 这 哇 我的天 这Obit这能忍的呀 我的天哪 一打三的一个残局 只剩下一把正义也是没没什么办法了 主要禁局 主要还是这个点就是 截封你第一时间进场以后 你后面的人是脱节的 你没有办法去补到这个枪 而且你看到雨晨是被重力之井吸到的情况下 是好 就没有人扶我这个枪 我就自己 肆无忌惮地去打掉 Spring mode这个点 而且刚才Obit在二楼这个位置好能忍呀 就是他在宇宙分裂 那个人露了个脸出来 都没开枪 他在忍 然后两个人拉出来 然后没意识到这个位置 有人是被被打了拨双杀 没错 其实这里还是有前期起到长箱的嘛 也打一拨快攻去探探虚实 4比4的比分 雨沫还是一把鸣去直接在B通道的位置 这样还是去持续给你的压力 去变换我鸣的位置 哎是不知道 没错 中路也是给到了一个隐功之随 应该探到了一些消息 阿潘尼A小战人 其实没有探到任何点任何人呢 这样3B的一个防守 A通再开一个P0之火 也没看到 那其实两边对 信息技能交换完之后 其实收集的很少啊 两边不是很清楚对手的一个站位 但是如果说你送人出来 就是落入了N特的圈套 是的 这边雨晨倒了 这个飞玉苗 收掉了Spring 过来 A A 哇 这个 被闪的瞬间 然后就收掉这个人 这样A包点 损失两人情况下 去选择一个小到与A通道的一个加A 是无人机探到了 探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还要选择甘拉吗 哇 这个位置被穿死了 他从三杀 可以先安下暴能器 对 直接安下暴能器 这个2位4的回防 宇墨还是一把鸣鸣 而且炸的比较远 小说七七 是 他这把鸣鸣感觉回防已经很难回了 是的 选择宝枪为主吧 哎 主要 说了 N特这个队伍就是前期跟你价默认 对 是 打信息 然后你送人出来 等于就是加就是录入了N特的圈套 是 这样你出来送我这样就收下 我这样A包点就直接进入了 没错 其实当时阿阳觉得他自己白了以后 因为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了嘛 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势在必成 但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阿丛 哎 他这个点看到了 看到了 小说七七说是另一把鸣鸣 哎 他选择开枪那第一枪位没了 只能往后撤 是的 这样中路还有一个Burling在 听到大脚步过来 说是 先收一个 再来一个 呦 差一点 这个黑雾就在我眼前 是 这样 羽莫之 他还是赌点赌错了 对 确实 因为这把鸣鸣 如果是你不能价点 去打一个回房的话 鸣鸣的回房是比较困难的 是的 而且 而且是一个人数的劣势 对 是 你抽一枪 如果抽不掉的话 其实自己是比较伤的 而且鸣鸣价格也很高 对 4750啊 是的 4比5的比分 按测在自己长将军又拿下一分 其实这张图 进攻还算是比较难打的 确实 朱雀这里防守方还要多多拿分 比较好一些 这里 直架 还是跟你打信息差 给你打信息 这个位置给你一个 呃 这个零点休战 看一下你的币标点的人 然后瞬间就来到了 币 而瞬间就来到了 对 来到 也对 就我觉得 朱雀如果要前顶的话 我觉得不能够一个前顶 就是不能担任前顶 我觉得他应该要抱团 去打一波鞋 就是像斯凯那种自闪 自拉 我觉得 还是能够给到对手机会 永远是抱团 对 他在抱团 你在单摸 其实你是劣势的 这个地方 无人机没探到什么信息 只说轻了一下 酒窖这边过来 看见了 看在这个位置 阿阳打一个打两个 没什么问题 我规避一下大招 没规避到呀 欧比头反手 开了个大招 就射掉了阿聪 那你的大招交了之后 其实这个全面封锁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 这个进攻方的全面封锁 直接覆盖包点 这样爆能器 应该是可以下下的 对 但是防守方朱雀 这里也是有一个 全面封锁的 所以游可帮助的这个位置 有个直架 纳米风群烫了点血量 而且也被无人机罩到了 游可帮助的位置比较尴尬 看一下本领要拉出来吗 拉出来先收掉小时兮兮 一局 哦 局空了 这个位置 游可帮助的拿到了双杀 哇 最后还是被 欧比头的一发雷击剑给收掉了 还是人数劣势的问题啊 哇 游可帮助已经尽力了 我感觉 是的是的 内国真的已经尽力了 这样 无比无的比分 其实对于 他很聪明 他知道你要来放这个全面封锁 所以他第一时间 还是顶在这个枪位 不让你来放 但是很可惜 被这个纳米风群去 规避到这个位置了 对 把你逼退了 但是这一波 其实我觉得 宇莫的空军也有点致命 就差一点就出问题了 但是没关系 队友补上了 对 队友补上了 这把明具也捡回来了 是 但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现在朱雀感觉 宇莫的一个进入状态 对 比较慢了 是的 7-8-4的数据 其实对于一个朱 对于一个捷锋来说 其实不是很好 就两边 其实我们在赛前 讨论了半天 都在说 对 都感觉有点没有状态 是的 这样又是一个魂起居 对于恩特来说 上半场的都是 压着这个位置 跳屁个看到了 看到了 那 标道那位置是被暴露了 无人机探到 那被迫往后撤 是的 我觉得要 如果是 长枪的话 宇莫这个位置很危险 至少一个残血了 大残血了 这样 四个人 五个人跟你在火拼 在中路的位置 凡手给一个无人机 也没什么信息 没看到 因为放的释放的位置比较远 所以单摸 阿阳开启自己的 追隶之灵 召唤追隶之灵 看到了 这个位置 哎呦 扫一波烟 规避了一下 这个位置 重力之警吸吸到了 逐风已经来不及交了 被摘下来 那雨晨这边 看一下有闪存过载 贝尔这边应该要给 闪存过载 但躲在烟后面 看一下过来 本地收到一个 用Monster 闪存过载要给吗 呃 没给 两个人架枪架得非常的稳 对 雨沫又收掉了人头 这样 这一口局来说 还行 呃 但是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还行 毕竟是一口局嘛 这个一口局感觉 没做到什么事情 就爆弹器也没有安到 然后也没有下到枪 但是他最起码的是 他知道自己要抱团走 哦 那你要这么说确实 就其实 Enter还是一直遵循着自己的打法的 是的 就抱团都比较重要一些 哎 6比5的比方 上半场是来到了最后一分了 是 双方都是长相局 雨沫这个点还是一把明居 选择架载A通道 他有军任了 是的 他可以 驾驭自己的军任 哎 刚说完过来 就像标 哇 但阿阳这边 开启零之呼 云莫飞起来打掉二戳 约克又是一波残血 赶紧追 听到脚步 是赶紧跑赶紧跑 这个位置来到B点 但B点是一个其乐呀 正宗下怀了呀 这个位置 进来感觉这里是有着自己的无效命令的 开启这无效命令 开启无效命令 这个位置也是墙顶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 我闭头穿一下烟 穿了点血量 不敢进啊 这个位置 还在等吗 要先插看一下有多少人过点位 Spring是先收掉了 我闭头这位置打一个 能再收一个吗 没有机会被拉枪线了 那三打三的一个残局 但恩特这边的血量是普遍比较偏低的 是 看一下技能情况 雨墨绕后 来到了B点位 还在等待 队友打一个斜方 这个位置赶紧跑 哎 这个炮台没打掉 哇 这个炮台成蹲伤害 是的 三个人是锁在了高点里 这个位置先穿一下 啊 这个群体键规避一下 但是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啊 是 我再穿一下 但是穿的几方都没穿到 感觉要切回自己的军认了 过来能先收一个吗 阿阳很准 先打一个打两个 一两一 拉出来先打先 呜 阿阳一波三杀 还是阿阳最后刚住了 最后还是那个问题 约克尽力了 对 尽力 尽力 还是一个残血的一个情况 是能拆掉吗 能拆掉 拆掉两秒应该还有 是的 拆掉 还是那个局被锁在了这个位置里面 然后枪械就是 没有形成一个枪械的一个 护架的一个情况 对 就被主个击破 是 看一下麦镜头 拿过来 没什么问题 也是个残血嘛 上半场的比分定格在了7比5 其实对于两方来说都是 还是能够接受的一个比分 主要对于恩特来说是能够接受的比分 是 进攻拿了5分 反倒防守方的话还是因为也是一个一手难攻的地图 对 这一分其实就来到下半场的话 手枪局就很关键了 就看一下手枪局谁能够拿下来 这里 朱确是四个人 其实差不多对他们两个两个队伍的打法 就是放着奇乐一个人去走单 然后其他几个人抱团 是 没错 那看一下这边四个人想要去集合 应该先下下默认 找一下奇乐的位置 对找一下奇乐的位置 但是跟朱确这边有所不同的是 恩特这边的奇乐是选择了 对 加了一个A点 这里还是把暴能器放在B外打 前期打一个信息 中路还是来跟你抢夺一下 小朋友站在复活的复活点这个位置 跳看看看能不能看到中路有人 中路这个脚步是已经被发现了 如果你放出来的话 其实B点点里的两个人感觉有点难受 但阿聪先收掉了阿阳 是打一个很考很考验这个点 但这两个人就没有人看这边 没有人看这边感觉有机会 过过过来 过来了 是把雨某给收掉 我闭头一个雷击键电死了 有个Monster 但Sprimo也是拿到一波双杀 但人数优势显示出来了 打脚步赶紧快啊 不然的话感觉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位置对 选择困难症 是的 就两个人来了 不知道要打谁了 有点 就看到两个人 而且还有一个 比尔是带着刀过来的 好像把这个人打掉 然后去收掉那个拿刀的 对 7比6 7比6 手相局是被 安特拿下这样顺带的连带分的话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手相局 第七分拿下 但上半场出却是翻了 对一口翻了你所以不好说 上半场是凭借着宇摩的那个双杀 打开了一个局面嘛 然后所以看一下这一分 宇摩也是来到了正义 拿起了自己的正义 看有没有机会 那座Sprimo是起了一把飞匠 其实这个位置 昨天很是自己游行啊 哎 想举一枪 来了 还选择中路指甲 但是中学这里不着急 也是全员一口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打掉你更多的枪械 是 自己能下到爆能器 这是最好的最好的选择 中路在骚扰 我看到了一句没拒到 是的 这是我觉得这这我比腿太大胆了吧 你是一把标配 而且无甲 无甲对面是一把飞匠 你知道的 你你在中路挑屁 可这个确实有点大胆呀 就想成过在这个位置 哎呀跑不掉啊 还好起了假的 所以学比较厚比较肉 对于安特来说是没有一个回复新技能 都没有一个斯凯这样的角色在 是因为他是Q嘛 就我是闪闪光是我自己嘛 所以没办法没得回 哎现在 组织这个位置 都有一局抓到了本零掉 没有失误 宝能器是从A转到B 但B包点是没有走的呀 中路这个位置再给一个纳米封群 哎 要夹一波B点吗 要来了 应该是要加加B了 哎 这根轻尼 不许你也看到了 位置 是的 知道你阿阳在可能就会知道 可能会再要打 要选择打B了 对 斯凯加这个位置肯定要 哎 这个位置 跑鸟的一个台铁被抓到了 先收一个 有个猫子把阿阳给收掉了 打的比较稳 小时七七顶在近一点 过来 呃 传个葫芦 再压一波枪小时七七 配合着自己的一个少计炮台 是拿到了一波三杀 顶在近一点 知道你一把小枪的情况下 我打得很自信 是我很自信 没什么问题 其实 小时七七这个位置 如果能取到更多的击杀的话 他来把自己的全面封锁 来得更快的话 其实有利于自己防守 哎 是 但是还是那个点 就是你有四个点 呃 朱雀这边的counter技能 就是这个狂烈之怒 也是有四个点了 是的 7比7的比分 现在是来到了朱雀的长枪局 嗯 朱雀这分 我感觉很关键 没错 这个长枪局 这番很重要 是的 养发雷期间 应该就是想要点中路的一个技能 但是中路没给技能 哎 这个累积剑 累积剑 对没错 就是电中路这个技能的嘛 应该是大部分都会知道 会开局给一个这个技能 所以他选择把 技能是放在了币包点 但如果你技能放在了币包点的话 那你中路一定要给人 对 一定要放人看 约克在这个位置也是在看点 然后中路后点还有一个 要打配合 要来了 对 要闪存过载 然后配合约克Monster 看看打一波 要给先给无人机吗 这个位置 但是你中路是没有一个预警的 两个人都不选择去看信息的话 是不知道对面是进步摸到了什么位置 而且你两个是信息位啊 这个位置赶紧分摊一下 不然其他点的信息都拿不到了 是的 各个路给你打一点东京 中路呢 知道有个阿阳 但是想打配合的Q 已经是去到了A点 再回来 想要再打一波吗 是的 这里边也是手握着自己的闪存 闪存过载 但这个位置感觉走了呀 这个 哎呀 没有抓到感觉很难受 但是时间其实已经来到40秒 没错要抱团打了 主球打得很谨慎 这一分 对也是知道你其乐在B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选择 最终还是选择来打A 对 A点是有三个人 那就看一下这波Q配合队友是要怎么打了 哎呦 先举头把Berlin给举掉了 那直到这个位置有Q再举一个OIL SPRING 说了两个人 但自己也是被雨晨给打掉 是的 直接逐风过来 很自信 雨沫打掉AC 但是这个位置再打一个 哇 那两边的截风位都有个不足的表现 雷击剑电死一个雨晨 雨沫是拿到了一波三伤 一打二的一个残局 所以小时期手握着一把亥灵怎么出点 出二楼这个点只要远点跟你架 雨沫啊选择换阵一 哎这个位置 要是OBITO 哦 枪出了点失误 但是最后是被小时期期给带走了雨沫 我这小时小时期期 他知道远点是有一个解风的 所以选择就掏出自己的阵意 但是很可惜的是OBITO在这个位置 在下面这个位置是没有打掉 一个头皮位没修到 是的 理发没成功 这样我说了小时期这个点 他的全面封锁很快就已经拿到了 是的呀 哇这一分过后 其实我觉得更伤 对朱雪来说更伤的一个点是没有经济了 对 只能只能 因为自己的长枪局是掉了 全员全部掉 而且比分也没有拿到 哎是 就感觉 感觉现在对于恩特来说 形势是一片大好 因为长枪打短枪 然后而且还有个全面封锁 他们其实我觉得打得谨慎一些的话 那他们是可以把比分拉开的 以后局翻盘我们见了无数次了 还是在长枪局要打得近身一点 不要给对手过多的机会 也不要出现更多的失误 在这个方面 主要是刚刚那一波飞降的双杀 太关键了 太关键了 这边雨沫 甲鱼俱刃 甲鱼俱刃 还是我也起一把飞降 哎 打一波快的吗 给到星云 还是选择去控下哎呦 这里往上跳 哦 这个位置 阿阳手撕到 所以那优克 约克是打掉两个 呃 这边打了波换三 但是最后一个人没办法 比尔拿到一波双杀 我只要保持一个你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长枪打短枪的优势 实在是太大了 是9比7 9比7 这样双方 哎Spring这里是起了一把明局 哎 就赶紧还是双方的截风 还是要赶紧把自己的手感去打回来 打出来 但是恩特这边比较好的一个点 就是我其他人 其实是有一个不错的手感的 包括像是贝尔 包括像是约克 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手感 你看贝尔这里是15个击杀 然后他的助攻已经来到12个 约克也是15个击杀 10个 前他们前三个 对前三个 对助攻都来到了一个双位数 是的 哎我们看到这个猪穴感觉不能着急 我觉得前期的默认是要下的 但是他也是知道 呃 恩特是打个比较保守的队伍 不会第一时间不会去选择跟你前压 是还要打快吗 猪穴感觉就想打快了 这个位置 哎 但碎片一出 很难受 一换一 但打了不一换一 是的 无人机 哇 这个穿烟 无人机是穿到了一阀 没错 看到了阿阳的位置 包能机放在一个铁皮包里 这样回防怎么打 现在恩特是有着自己全面封锁在的 哎 全面封锁 接过来 部署了一个全面封锁 看一下 召唤追猎之灵 去找一下对手的一个位置 呃 这个位置感觉 spring mode一个民居的一个位置是被知道了 但现在是你的心坠没了 你怎么去防 哎 他这个位置呢 哎 雷击剑压你位置 但是没有地包呀 这个包还没有被拆 先电死一个 有没有机会拉出来 阿阳先架住 没问题 过来 引路之省是直接白到了 三打三 一局先鞠掉五笔头 看一下这边穿烟 哎呦 一波四杀 哎呦 哎呦这个穿烟这波双杀可太关键了呀 这个这个头点架的是非常的精准 是 这力挽狂来 真的是力挽狂来 这一波 其实他们小到让后那个位置是被spring断了 哎对是 如果说没有阿阳这个双杀后面来的双杀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 已经不利了 对是危险的 已经很危险的一个时候了 但是这一分还是被猪蟹稳下来了 那拿完之后 其实N特有点伤的一个点就是 上一分是拳起 而且是起到一把明居也是掉了 而且spring这里的 巨人也没了 对巨人也没了 就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分这里 给你打一波快的 的确节奏是起来可以 这个纳米风群的位置 还能这么放吗 还在哇 这个位置 那打一波快的 但中路有个纳米风群 雨莫这个位置是被他们的血量压一波枪 呃 奥丁因为有一个比较长的暖机时间啊 所以是被雨莫给抓到了一个timing 这个位置也在看你的中路 约克现在一个单人手臂的情况 但是现在节奏是来到朱翠这里 不着急了 因为人数优势已经拿到了 那 其乐掉了之后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不要 接下来不要去撞可以有的一个点 我觉得他们后续的一个进点是比较顺利的 一点人少了 赶紧去包团打币了 是 双方的猎销都有自己的狂烈之灵 这里 但是约克是不准备往 复活点方方向回房 啊 看一下 直接 不是 晶云给上 给上 游客的位置也是暴露了 那他这个位置要被脚的看下拉过来 雨莫是收掉约克没有什么问题 那三个人要从中路打一波回房 阿阳听到了呀 这么多脚步 是 那听到了 而且关门 关门的话意味着阿阳这个位置 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看一下 先打一个 再打一个 双方 碎片溢出 逼了下位置 闪 闪过载 被闪一下 没问题 凡手给一个引路之损 但是后面本令已经到了 是的 又是阿阳 哎呦 哇 这张地图阿阳确实 又是阿阳 把他的一个枪硬的一个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是的 17-14-8 其实也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候也是他站了出来 是就关键这两分就下半场拿了这两分 都是阿阳站出来了 而且 他是算是凭一起之力 直接把恩特打进一口局 是的 只要恩特是来到了自己一口 9比9的比分 约克 但是 而且现在 朱穴的大招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是 他的全面封锁 其实狂烈 狂烈之论 还有一个宇宙分裂 都是一个偏向于团队的大招 没错 对我觉得这分过后 如果他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你能拿走 哦 比尔和 Spring 一个伤打一个 是的 这样开局前压也是做出了效果 把强扔了 把强扔了合理 不让你减 是的 知道是你一口局 但是这分感觉要给技能了呀 我觉得 宇宙分裂和这个全面封锁 我觉得 给给一个得给一个对 而且你如果要给这个全面封锁的话 你还要避开 知道你毕童还想来打毕童 还要避开这边猎消这个点 我选择连接宇宙分裂吗 是的 连接宇宙分裂过来 哎 但这个引路之损感觉给歪了一点 没有给到点力 看下 这个胎命 这个位置 并联之虎过来 咬 咬到了 那贝尔斯倒 你就去找你的人打是很正确的选择 约克的雷奇 先放斥了 这个位置吃到了一个背扇 Berlin过来了一个背次收点约克 看一下这边Spring收一个 有机会再打一个吗 哎呦 Spring一波三杀 配合着最后的AC是拿到了这一分 以口局翻了 这主要是前期的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头太关键了 这一分只能够说Spring的个人能力 真的是太强了 是的 哇 这被以口翻了 其实对于助手来说比较上 但是好好好说就是自己有经济 去起到墙墙 而且这一局还是有三个大招在的 呃对是 但是我觉得这一分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有个问题 就是这分 给了Enter一个喘息的一个空间 对给到一个喘息的空间 主要Spring这波正义三杀 哇太关键了 这个怎么放的呀 我很好奇 哎哎哎哎哎 吃了 但是刚说完阿阳是倒了 是的 就下半场猪血拿两分一个关键的工程是倒了 像Spring的手感其实是被自己的正义是打出来了 主动跟你出来Pick也是点掉了一人 没错 像阿阳这个枪难倒了以后后续也没有自己的闪光进点 嗯对 看下货信息包括闪光P零之虎也没了 羽莫这个蛋默这个位置又被架住了 比尔枪很硬没有给机会 是的 要给闪过来赶紧躲一下 Berling 听到脚步了 对听到脚步了 是的知道烟外面是有人 3a的一个防守小到两个人马上就摸到近点 我比头收一Spring 对我比头先打掉一个Spring 选择给一个全面封锁 但是这边加热狂烈之怒 是加热狂烈之怒是直接把全面红锁给射掉了 而且是射了一箭这里的Berling过来 这个位置比尔架的很死先收一个切枪 他也没被雨晨抓到 但是阿聪拿到了一波双伤人数优势 是那恩特拿完这分以后猪屑是不是已经没有经济了呀 没有经济了呃看一下 是的是的是没有经济的这波还要选择抢起吗 我比后这里买完 中架以后只剩一千块钱 但是反观恩特这里因为上一波的Eco翻盘 这里Spring直接是 是一把明锯 而且小石七七这里是还是一把奥丁 就这张图我觉得亚海玄成两把比较强的枪械 重武器 重武器亮出来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一般是裂销拿奥丁 利用自己的循迪剑 去产生一个破壳行为 但这边你看B点是就是这两个人 裂销给了循迪剑之后 小石七七可以拿奥丁去穿嘛 对 这个站位没什么问题 是的 中路来入侵的中路 这里还是有一个动手兵的打掉以后 也知道中路要来人 约克选择一个持架位 但你能不能加重 看到了 误语墨 这两枪头穿死了这边的一个约克 本领也是收掉了比尔 那看一下这个位置 拆开你被抓到了 稳一波哇 雨晨是收掉了 A.C. 而且是亥林收掉了 亥林稳了一下 是的 把门关上 诶 但这个位置关了之后 那把阿阳关在外面了 没关系 中路雨漠又抽掉了 Spring 那这个位置 诶 先收一个 那知道后面有人 那这个位置架 哦 雨漠一枪头很准 定调最后的一个小石七七 拿到了这一分 这边是不选择去放你的赛点 取到一个魂起的效果是不错的 觉得是前期 还是那个这么说法 就是人数优势非常的重要 是 就我觉得今天有个魔咒 就对朱雀也好 对恩特来好 起到明居没效果 是的 对就两边 不管是哪个结封 起到明居 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这样 又是两极反转 哎 两极反转 要去发一波枪了 小石七七这里 对 互相起 Spring Spring是有自己的巨人 对 好委屈啊 Spring这边都没钱了 还是要选择双人前压中路 但是我们看到中路是可能会选择对垒的 这个位置 开局先穿一下鼻童 那奥丁的位置是确定的 知道你这边是有一个呃 其乐在的打掉以后 要选择还在中路这个小声位的一个pick 把这个节奏放慢下来 利于自己去收集到更多的信息 去卖一下Spring这个位置 他是不知道近点还有一个约克的对 就如果哎这个态面哎这个态面 看一下啊从拿出来哦 本类枪 先收一个 贝尔这个位置 随便一出给出来哎 大招在射他 再规避再规避 但是过来混淹出哇 本领拿到了一波双杀 但这边猪雀这边的话是 雨墨和这边的雨晨也倒了 我比头说掉Spring 一打三 这样对于一个 约克来说一打三要不要去选择宝枪 而且自己是一个残血的情况 哎呦二位置还被探到了完了 这个位置很难受 而且这个小道的门是没有关掉的 还在给毗铃之虎 这还有个毗铃之虎有点夸张过来 想绞 这三个人想绞你枪 六发子弹哎呀雷击剑 哦呦我脸 不退吗这个位置 要保了吧 我觉得可以保要保吧 别上头吧对于恩特来说经济不是很好啊 这一分过后 恩特这边应该是要来到一个经济局了吧 啊 哎这里 哇 这是要去选择 想脱包 但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信息 应该是不敢 但是中路的 这个位置 哎 欧比特是没想到你还在这 是的 那 这一分还还行吧 朱雀还是拿下了 来到11比11 这11比11 两方打的也是非常的胶着 哎 那对于朱雀来说其实是稳赚不亏的哎 来到这分恩特是来到了一个 哎 要起吗 应该要起不想也是不想放这个赛点 但是但是经济 问题是如何这一分如果再丢的话 那下一分他更难打 对 要留经济 应该我觉得应该要留留一部分经济吧 看到你是留经济下一把能起 我们看到有个140018 但阿聪不服 我要钢 对我要钢 是的 但这把奥丁其实感觉略显笨重了 还是选择选择 逼通前顶 因为刚刚上一波的一口局 也是在这里打出了突破口 是 这次是没有着急 对于朱雀来说还是紧紧的把自己的节奏 放在自己手里是比较重要的 这样能打对面一个错误不及 四个人 啊 小型无人机 哎 我看到了 还要来吗 军想要去 想要去复制之前一口局的那个奇迹 但是感觉没有给机会 朱雀这边是直接把他给逼退了 还要再往前顶吗 要再往前顶 脚步这 当英雄的时候 这个赶紧跑 哦 有鼻子会咬到 感觉他命要没了 还要 这边穿下头 赶紧撤赶紧撤 是的 但是他已经拖了足够多的一个时间了感觉 没错 53秒 这位置选择近点被闪了约克 哎 中理之警 吸一下约克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雨末过来 哦哦哦哦回头约克直接给了枪都把雨末给打掉了 啊从这里没有刚住枪但是 一到这个位置三个人挤在 但但感觉朱雀的进攻有点停滞看一下约克 还在疯狂的屁股换身位去打你一个侧身 哎 找到了吗 这一枪头收掉了雨晨把雨智给穿掉了 玻璃这个位置已经来到A小中路小时77 小时77在奥丁架了一个单 欧毕头是把它给补掉了 时间这个位置 时间不多了 这个在架在架 收一个下面有人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先往后撤一下了 过来 听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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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一波枪哇 把这边的边给收掉了 这样一位二的回防 spring 希望都在他身上 有没有机会 过来我这个哎 只能发发现了而且挂衣伤了挂衣伤拉出来我 是不是收掉这边的一个本令 我打得很稳赶紧往回拉是赶紧往回拉这个残局 自己是有着电雷记件的 不如风直接过来 假的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道具了 对看到再假的 不会拉的 这就是博弈了对博弈了看看谁谁谁谁 彈成哦哦呦 supree漂亮 直接是拿到一波三傻 哇过来是来当英雄了 真的是当英雄了这一分 我要当英雄是的 他前期是给到他一个人一几之力在毙头给到了捉卸持续的压力 真的拖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后面近点 其实约克也打掉一个人的情况下 也打掉一个残血 但是柏林这个反绕 其实是有效果的 他没想到被Spring一个人刚了下来 是就挂着一伤打一个 然后最后一对一心理博弈 然后拿出来架了一手OBITO OBITO这个位置已经打得非常稳了 对他已经打得很稳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拉出来跟我对 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 哇恩特来到了他们的一个赛点局 交着这两个队伍交着 雷基建电了点BITO的血量 是的一个3A的防守 换一个人来前顶这个A通道的位置 是 但是A通是现在也是一个对垒 不让你来抢夺更多的能得到信息的一个情况 架在一个贴墙 这里宇宙分裂马上就要连接 连接宇宙分裂 应该是假的 我假的假的 两个技能都给出来了 但是一直没有进点的话 其实A点这两个人 有察觉的 对A点这两个人是不会走的 给到了很多技能 所以往后点知道可能是秀到了这个位置 头皮 秀头皮先收掉把雨某给打掉了 再走一个吧 OBITO也打掉了 那这一波朱雀可谓是裴乐夫人又折兵 技能也给了 人也没了 赶紧去协防一下队友阿阳小刀 这个位置打掉了 约克 是补一个烟 看一下三打四穿烟 哇又把这边的雨晨给穿掉了 Spring一波三杀 有没有机会 没有给机会 最后Spring 牵出了自己的巨人 腰掉了Berlin 恭喜Enter 13比11 在地上图战胜了朱雀 是的 也是 真的是靠着Spring的一己之力 哇 真的是一己之力 就最后其实两分 一个是残局 拿下了 然后在最后一分是拿到了一波四杀 没错 在这张地图上面 也是看到两方的实力 其实是相近的 是 确实 打的是有来有回 还是 还是刚也说 截封的这个手感 来的快慢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看到Spring到最后 还是手感要来的 比雨墨要更快一点 对 其实我感觉有点奇怪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亚海 选中这张图比较吃狙 就狙其实很重要 但两边今天在狙击的手感 都不怎么样 因为我们看到 那个Spring到最后 是没有去选择 对不拿狙了 我不拿狙了 我觉得我的步枪会更稳一点 是 哇 这一波很精彩的一个 一打二的残局 赢下之后 而且到最后一个fake战术 也是被Enter给洞袭到了 因为 你给到两个技能之后 你人没进来 对吧 你人没有进来 那其实 我典里A点的两个人 我是可以不用撤的 我是可以不用转点的 那这边Spring也是架到了两个人 没错 而且是因为小时七七 也是自己有着全边封锁 就立马你开着全边封锁的同时 我反给你 我再给你 防止你进 然后A点就可以不用走 这样节奏其实是被Enter被 就是阻止阻了 就是拖住了 对 哇那只能说确实 第一张图两边就打得很胶着 已经是拉到了最后一分决胜负 那我觉得第一张图Enter拿下之后 我觉得确实 对于他们 我觉得可能士气上各个方面 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 是的 抬头对 的确在这张地图上 他们也是之前也是赢了一张图 而且在这张图上 这个朱雀是没有打过的 就没有打过 其实对于信息来说 只能去选择从训练赛当中去获得 但是也是刚下了 主要还是Spring在最后的两局当中 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是 就还是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 像在这张地图里面 其实Kill和一个斯凯的一个选择上面 我觉得就可以很考究 我觉得 还是有点类似于圣伯乐和奇乐一样 就Kill其实打得更团队 对 然后 然后斯凯的话更偏向于个人能力 就他获取信息 他在一个单点获取个人信息之后 他可以汇总到团队 但是Kill其实刚才看到 很多波跟队友的一个精彩的配合 包括打闪打反清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其实在进攻方 想要去打一波的时候 开启自己的一个大招 也是非常的好 这边MVP当之无愧 给到了Spring 是的 力挽狂了 是 在最后 18个击杀 6个助攻 然后4次的一个首杀 235的ACS 是的 这样其实200多ACS 对于解锋来说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主要是他在关键局的发挥 对关键局 确实在前期两边的一个解锋 感觉都没有什么手感 就宇墨上半场 明居 其实除了正义的那两枪之外 其实感觉总体来说 宇墨的一个发挥 还是比较 没有Spring亮眼 比较平稳 就比较平一些 但是Spring是 开头比较平 但突然间在最后 关键时刻 需要我的手 站出来了 对爆发了 没错 那我觉得 当之无愧 对当之无愧 我觉得 对朱雀来说 也没什么办法吧 对朱雀来说 我觉得 阿阳打的已经是 竭尽全力了 在那两局当中 对对 就如果说是两边 都要挑一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朱雀这边 阿阳确实已经是尽力了 没错 而且是 我们看到 Enter这里在Eco局的 一个非常规的一个防守 他选的前压 而且正义是非常的准 每次在前点 前顶的时候 都能够收到人头 就感觉那份Spring 做了好多事情 就是拿着正义 然后在B通 拖了很多时间 拖了半分钟 是的 然后拖完之后到最后 去到A点的一个残局 我又刚住了 我又拿下这个残局 是的 就只能说确实 最后两分都是 这边Spring Spring我拿下来的 没错 看一下 双方 这里Spring 273 23个人头 宇墨是18个 这样 其实在关键时候 Spring做的 其实是比宇墨要多的 是 没错 这边也有五个手杀 11比13 非常的胶着 50分钟的比分 比较时间 对差不多接近50分钟吧 47分钟的一个时间 没错 确实打的比较胶着 而且两边的一个打法的话 这场比赛感觉就是比较偏慢的一个节奏的打法 就是我都会去架默认 然后去卡你一个前顶的人 对 而且在NTA这方面做默认 比这里的朱雀来说要稍微好一点 他效果高 他的收益高 他成效高 因为你压出来的人总是被我断掉 而且朱雀今天出现了很多情况 就是我出现一个枪系 就对枪的时候对不过 然后出现一个马枪的一个情况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状态现在对于朱雀来说可能就是成问题 我觉得现在第一张图确实打得很胶着 他们也一度把NTA逼到了一个绝境 但是在前面确实他们有在挖坑 就只能说在游戏的一个潜中期的时候 他们有去给自己埋伏笔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可能他们更多的需要调整两样东西 一个是状态 一个是心态了 因为心态上面确实被NTA在 就被Spring一个人给打垮了 我觉得感觉最后一分 他们想要去打一个fake战术 但是感觉他们可能没有去预想到 我这么做之后对手会怎么样 是的 就少想了一层 就感觉还是没有做好一个补枪的一个环节吧 比如说刚刚那个残局 其实是一个2v1的残局 你完全Burling这个位置 完全是可以跟Obiton一起去打鞋同 不需要去一个人家 可能自己在一个人顶到了复活点的位置 然后盯掉了一个人还是想打 但是就这样就是给了对手机会 就其实打两个人你已经是出其不意了 我觉得收获已经很大了 对 你如果回到点里面和Obiton去打一个鞋同的话 我感觉这个残局可能大概率是有机会能拿下来 应该是可以打一个补枪的话 是有机会去拿下来 对是的 但是当时可能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手感正热 所以我要打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挂了一伤 我觉得我能打 但是实际上拉出去的时候没打 其实今天感觉朱雀在很多拨残局的处理 感觉是有瑕疵的 那第一张图 其实我觉得朱雀输了之后 来了第二张图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要调整自己的一个 就像刚才说的心态状态 包括自己可能在残局上面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都需要调整一下了 是的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马上来看精彩的第二局的比赛 等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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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行 i know what the very next one enemy remeaning i know what the hell f you should shut your mouth you should fight pulling them in 1 enemy remaining 1 enemy remaining last player standing 1 enemy rem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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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2 enemy 1 enemy 1 enemy 9 enemy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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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my remaining nature girl down out for me good night name one down one enemy remaining one enemy remaining 30 pup out of charge one enemy one enemy remaining bye see ya Welcome to Decoded where we break down all the best strats and plays from the best valorant champions tour to help you in your ranked games today we're looking at molotovs and all the different ways you can control the map as an attacker or a defender utilizing them so what is a molotov great question a molly is the ability that creates a temporary area of hazard on the ground this includes brimstone's incendiary phoenix's hot hands viper's snake bite or killjoy's nano swarm most mollies cause damage to any player that stands inside of the area of effect but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for example sage's slow orb acts like a molly but instead of dealing damage it causes a movement speed reduction today we'll mostly be focusing on the standard damage dealing mollies but some of these tips could be applied to other molly like abilities as well with all that said let's dive in some examples from the VCT pros the most obvious use for a molly is blocking off an enemy's pathway if you know that your opponents are around a corner or trying to push a certain angle try tossing out a molly to temporarily block their path this could force a rotation or stall their approach long enough for you to get to a more favorable position on the map take a look at how Asuna uses his molly here he throws one out into Ascent B main after he sees the enemy Omen send a paranoia through the wall signalling a potential rush through this angle then after the fight he throws another around the corner to briefly stall the push again affording him just enough time to reload his low ammo Asuna made creative use of his hot hands twice in a fight to slow the tempo of Envy's aggressive rush giving him the time and the space he needed to get his picks let's toss it over to the man himself Asuna get to explaining some of your favorite ways to use those mollies we threw our hot hands out immediately at the start of the round in order to get our Omen across so that we could have a flash and smoke and so that he could be inserted and be main and he could be in a good spot we also knew that most teams rushed B in ranked and pro play so we wanted to stall that down in case they did do that however since they went really quickly we ended up in this scenario where they ran through our molly two of them and the other two were separated away due to the molly that I threw in this 各位晚上好 这里是由富民体育主办的FGC 瓦尔兰特邀请赛 2022年度第一赛季 我是解说OC 我是解说小绝 那第一场比赛已经是看完了 马上要来到第二张地图的一个较量了 那其实刚才我们第一张地图也总结了很多嘛 就我觉得 包括像是刚才说的Spring的一个超神个人发挥 然后可能朱雀今天的一个状态不是那么在线各个方面 我觉得都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都是在第一张地图的一个缩影 那我觉得第一张地图不重要 来到第二张地图了 那其实来到三韩东港之后 我觉得可能 就朱雀毕竟自己选的图嘛 他们在这张图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而且恩特之前在这张图 最近TOE的时候 确实发挥的不是那么好 这张图其实当时在 朱雀在打这张图的时候 其实羽默的发挥是非常亮眼的 我觉得当时是好取了30个击杀 拿着一把鸣鸣佛党杀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确实就只能够说 在这张地图我觉得 其实跟第一张地图 亚里选成我觉得 差不多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可能确实 更拼一个正面实力 对 拼一枪 对 两边阵容 肯定是个比较近向的阵容 就是在燕位会选到一个魁蛇 然后信息位的话 肯定是个猎枭 然后包括贤者的英雄 都会选出来 然后后续的话就是 说白了就是打一个分割战场 然后看看谁枪法更硬一点 其实在国外的比赛当中 在这张地图上面 现在截封的上场率 比较偏低一点 对 现在就去转换到了 圣伯乐这个点 其实他的一些 就是他的闪闪自如 跟他的跟捷锋的 竹锋 其实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相近的 他可以在前点去打 去充当一个狙击位 对 打一个突破 但是现在 但是对于进攻来说 圣伯乐这个点相对于 捷锋来说就要弱很多 没错 其实我觉得 就是还有一个点可以讲的 就是我觉得 圣伯乐这个闪闪自如的 一个范围很大 他可以转得很远 对 就他前点点完之后 他可以迅速的来到一个 更安全的一个位置 没错 就比如说 像截封其实之前看过 就是我用技能逼到了 你一个把你竹锋逼出来之后 可能我这边的一个 前排图经位 我就可以利用惊喜翻灯 可以利用竹锋去追你 是的 把你这个人先收掉 但圣伯乐的话 他首先第一个 你不是很清楚 他闪闪自如的另外一个点位 就厚点是在哪里 就打了强指打完以后 他会位移到哪里去 而且我觉得他的距离 也会更远 而且这个闪闪自如 到了之后的位置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第二枪位 是的 而且圣伯乐这个大招 也是自己的孤高火力 也是一把狙击 其实这张图 其实是比较是 明居这个点位的 因为他的高点 高低差比较多 而且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 比如说你必须通到近点 其实我可以在雪人 这个位置下你的过点 其实非常利于 这个明居的发挥的 所以比较 在圣伯乐这个英雄 没出来之前 捷锋的上场率是非常高的 是 而且他一居 居到人的话 他是有个减速力场的 他这个减速力场 在这张图 确实是比较好用 因为虽然地图比较大 但是在一个近点的 一个范围 包括像是B通 绿区这个位置是比较窄的 包括像是A点这个位置 一个卡口位 确实也是比较窄的 所以他一个 孤高火力的运用 确实是比较好的 那看一下两边的 一个阵容选择吧 是的 这张地图 烟味肯定是 魁首这个点 就是毋庸置疑 因为他的一个独木和仗鱼 都是一个起到分割 战场的作用 然后看到猎肖 就是一个猎肖 然后加上贤者 加上魁首 也是一个铁三角 一个组合 是 这里还是去选择到了 圣伯乐 圣伯乐 对 偏向于 因为先行防守的是 恩特尔 这里拿圣伯乐 其实也想在防守方去取得更多的分数 对 但朱雀这边的话 阿阳也应该想要去选一个圣伯乐 那两边应该都是要拿圣伯乐这个点 应该也算是一个镜像阵容 对 没什么问题 因为阿阳这边上把的 他的手感是非常好的 是 对 这里拿到圣伯乐 应该是更有利于他个人的一个发挥 对 但是还是回归一个点吧 就是我们按大环境来讲的话 现在朱雀的一个分数是一个 二杠一嘛 他们赢这一场的话会比较稳 因为来到三胜的话 他们是确定小组能出现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越是这个时候 就胜利越在眼前 越不能着急 对 其实刚才在上一张地图 能够明显感觉到 他们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着急了 没错 尤其在处理残忍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的细致 是 我觉得可以再稳一点 这张地图还是三杭东港 然后高低一点的落差是比较多的 这张地图是还有利于解封的明具 这样的一个能够飞来飞去的一个英雄的发挥 是的 没错 而且在就是之前 包括像是NOP打天鹿那场比赛 我们也看到在一张地图里面会起双鞠 对 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是的 这里还有一个挂绳 这个位置也是利用于你能上到高点 去架一个飞玉苗位 是 特别是这个绳索上来之后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时候会 就是有英雄上的比较多 就是魁蛇有一个大招 要展开自己的魁妇的时候 来到二楼 对展开一个魁妇 它覆盖的面积会更大 那对手想要挂这个绳索过来找你的话就不好找了 没错 这里也是 恩特对阵朱雀的第二张地图 森寒东港 朱雀先行进攻 恩特 然后防守 是的 这样五个人 朱雀也是抱团来到了A通道外 我们看到必须是有三个防守队员在防守的 哎 巡迪剑给的是个前点的点 看一下你前点 对 朱雀 在在之前的比 就跟之前的比赛有点不同啊 他们手上就是选择打A点 之前是打B点的 是的 现在恩特这里赶紧发现B通包没人 那可以起兵墙 起兵墙安爆能器 这个进点速度非常的快 看到这个玉成就知道你是下了一个二楼的包 但是后面有人在绕后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刚住这个位置能不能刚住哎抓到了这边先收一个但小时细细把这边雨晨也补掉打波一换二过来阿阳对枪没什么问题 那最后只剩一下阿聪一打三的一个残局 哎 这个补枪补慢了哎这个是本领也没补到化身所走了而且还有点尴尬但是确实血量还是太少了阿阳拿到一波三杀拿到了第一分 而且还是多一个队友嘛因为二打一的情况下枪权就多一个 哇我有一说一阿这这如果是按这么看下来我觉得朱学现在是有隐患就算第一分是拿下来了 但是感觉他们到现在就这一分手还没热手手没热而且他们的补枪协同感觉做的有点慢了今天 就相对之前他们赢下的比赛来说感觉他们做的确实有一点偏可能感觉有点跟不上有点跟不上 其实还好的是雨晨这个位置在断后的时候是断掉了断掉了是没问题 但是在正面其实我觉得差点给阿丛秀起来了 没错你这边手还没怎么没怎么热的情况下小石七七是首先一把金牌猎头加在壁通赶紧看到人赶紧走了 哎这里还是避免自己先行阵亡无人机过来要搜这个点子 黄香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捡到了哎是开了一枪吗 是开了一枪啊也是有一所预警这一圈选去抽一枪吗 对想抽一枪这个位置给到了一个玉城安一下暴能器暴能器也是安好了 又是屁股屁股马上就到一个四个人的绕后吗 四人绕后这个位置看一下我先铺一个手稳吗要哎点点半点完了没点到哇这个哎但反手点了一枪头把币给收掉了 雷击剑各种茫茫多的一个技能过来雨晨也是堵掉了一个spring 这个位置还是想去下你更多的枪械 位置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位置雷击剑过来 但是确实枪械列是比较明显雨晨拿到离波三杀 而且这里阿阳应该是只有一把鬼魅是对这样其实也无伤大雅对于猪雀来说 这一枪其实是这一发可以可以去起到一个长枪去顶一下的是哎那这边飞匠是给到了阿阳然后雨墨是起到了一把长枪起到狂徒 这里要不要去选择补一个假传官 恩特这里是全员大枪全枪全弹 这里这个人应该是忘了你信不信 忘了不讲没人提醒一下吗哎提醒一下 应该是我觉得他们在沟通沟通可能在沟通 我觉得他们在沟通 这波怎么去打因为是一个小枪打大枪的一个情况 哎 这还是一个三人啊两人手臂然后单放一个魁蛇放在A 这位置又被 呃消息无人机扎到了赶紧往后撤一下 是但是很快就顺势把包点让了出来 对朱雀感觉现在就是一个快罢的一个战术呀 就反正技能给足以后把你逼退我就可以进包点先按一下暴动器 这里连玉晨都呃玉晨都没有给吧 哦给的没有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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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省了一个玉城的是省了一个玉城知道你包点是没有人的这样 哎但这个位置是不是顶起来了 他是不是用玉城顶起来了 这位置飞翔还在加后路马上最后到进点柏林先收 ac 哎这个位置哦 这个玉城 飞玉苗留了个城 哎看一下 那知道你的位置一分一秒过了呀 是拿出来压一波枪 哇 spring 这边还是收掉我被头 看一下去过来要找人吗 这边被打了一枪头 是感觉时间已经不够了拆不了包稳了一枪 阿阳一枪头拘掉这边那个小石七七 呼啊呀瞬间的一个拉枪这个拉枪 太美了在对面的枪线应该阿阳是捡不到了 那捡不到没问题 我有孤高果力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经济 对七千二对吧 大不了我可以再起一把吗 对吧无所谓帮队友起一把 但对于Enter来说这个经济就比较乐观了 对 这样只能大枪局是输入的情况下 只能选的一口 其实进点主要是Enter这里去赌点没有赌对 哎是 他B点放的人比较多 然后A点只有一个人去挂在一个后点位置 前顶箱没有办法 因为有一个列销在 是 一个群体键还有消息问题 你就直接逼退你我这样就可以瞬间进点 对再给一个独木也没什么办法了 这边雨过先一枪头打掉这边边 说出来你都不信 就感觉哎就会这被照到了往后退了 哇 这 这反正其实感觉他这个前顶骗了我B走400块钱 无人机放下一瞬间不敢放了他 对阿阳还在必通加一个默认 小时其实要往前顶吗 但是哎走了不来了要来打 因为A包点是掉了一个人的情况下 也是知道你结封栽也是一把以后局吗 这个位置我比头一秒点到了 我想看到这个位置哎抓你开枪的一个台名啊 因为正义是有要单发单发来的吗 刚刚好一个卡口 但ac这边也是抓到我比头一个往上跳的一个台名 收掉了我比头 那三打四这个 躺着减速球过来阿聪想混夺出混夺出是有个本力的这个位置被神打一个再收一个吗 可惜是被雨晨给收掉了二位三的一个残局 这个位置爆能其实掉在了A通道 但这个位置是可以捡到的哎 约克看到枪想捡吗 约克这个肯定捡不了了能先收一个吗 没有雨沫打掉哎小时兮兮这边是一把战神收掉雨晨 但最后阿阳是用着自己的孤高火力啊去掉了最后一个人4比0 其实阿聪这里已经做到了 其实已经杀掉两个人了 人数其实是已经斑坏的情况下 但是后续还是一个枪械劣势的原因 是导致后续近点没有刚住 没错 这里 恩特也是能起到自己的长枪 而且小时兮也是来到自己 拥有了自己的孤高火力 哎 雨晨这个位置是 大招也有了 他只要是能进到包点 然后去释放自己的展开自己的回复的话 是很好能进行手包的 是 来了过来哦一局狙掉 哇这么奢侈吗 雨沫收掉了高点的spring 对spring这个位置是被打掉了 看一下能狙一个吗 没狙到完了枪位也没了 那进入包点的话感觉给玉成给大招 很稳呀对哎但雨沫是被狙了这个位置 第二枪就是我们在赛前说的那个圣伯乐的第二枪位 他一个响指回去以后是架住了雨沫 但是反手是抬了起来 对有再起再拉起来 这个位置感觉不会漏了呀 你这个孤高火力感觉不好架 他只能够往前顶势一下了 而且都不需要去释放自己的魁附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人数 这个位置哇架枪感觉 架的太久感觉有点麻了 看一下这个测身位 打一个打两个吗 哎呦这一波 最后一打二的一个残局再拆了 强拆完了呀这个 这这一个树的玉成真的 呃很灵性 这个是不是 刚才是不是这个烟感觉给歪了一点点 他好像没有吃到那个debuff是直接被烫死的 给到了其实是但是好像是 后续的这个就是蛇纹给慢了一点 对应该是蛇纹给到给给慢了一点 起烟也起了慢慢晚了一点 这样就是有机会去强拆这个 但是 人特这里是没有什么经济的对 就全员阵亡对给你强拆了 但是这 这个经济确实比较尴尬啊 这spring和贝尔这两个人不知道怎么起枪了有点 对但是呃 雨晨这里的魁附是还在 他洗个球 不是要起哎扎到了扎到了 这个位置飙雨末 直接是把spring给飙掉了 这个地方这个针对性做的很足 那看一下后续 这个位置开始是自己的巨人的情况下 还在穿烟 穿烟 展开回复吗 展开回复 打得很稳啊 那转点啊 你看 可以转呀 我觉得朱雀这边 雨晨这个位置已经绕到B了 就已经单摸进B包点了 是啊这个位置可以转点了已经 是 但是前点其实是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队友还是要去搜一下B通的这个位置 B通这个减速球打 打掉之后呢 其实已经是知道了 你过来转B点的一个信息 这一把奥地 哦 这反身一枪头 反身一枪头 但是小时希希这边先收一个 哎 又见召唤敌人了呀 这个是 有个猫子 没必要要雨墨拿到了一波三杀 果然雨墨在这张图上总是有着惊人的发挥 确实 来到回到了自己的家 哎 my home 是的 阿阳 但是看到阿阳这里是已经是一个8-1了 也是稳定的发挥 是 就今天我觉得其实 呃 在第一张图也看出来阿阳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感和状态的 也延续到了这一这这一张地图 单摸 其实我觉得 那这里回房做的太快了 可能觉得 他们不会去放人去单摸 但是其实节奏来到出去这里 他完全是可以去放人单摸的 没错这样 单摸进空的一个包点的时候 顺势可以让队友来了 哎 无人机 还是三个人去手臂的一个情况 你还要露吗 在露就是三个人都会被发现了 知道你人多的情况 直接来打哎 哎啊从这里 哎呦我感觉有点跑不掉了 强行过来追 两个人夹击是夹要这个人 但是有个猛者拉出来是收掉一个人 以后自己也是被阿阳给补掉 鼻头这个位置 哎 看一下对枪 直接让你 哎 他想要再拉一个斜角位 斜角度 哇这个位置感觉他能拖时间的 没错 这里小时期这个位置 哎 sprint直接是收掉的雨沫 我比手打一个 有一个有机会再打一个 把币也给收掉了 哇 他这个一打二的残局 呃不 一打二的一个局部 操作 对操作是做得非常好 雨沫拉阿阳拉出来是一枪头 收掉了这边的一个sprint 是可以高抬看到的一个枪 是 他只要这个位置虽然被发现了 奥比特这个位置 对 发现只要拖就拖住就可以了 对他只要拖住就可以了 而且他当时从一个直角转到一个斜角之后 把一个一打二的一个局面变成两个一打一了 对他就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站位嘛 这样 而且本来就是一个枪械劣势的一个情况 是 只要调整自己的站位造成一个一对一的击杀 其实对于拿着长枪的 欧比特来说其实不是难事 对但是他当时如果 那个位置处理的呲一点的话 被打掉 而且被打一换一的话 被捡的把枪的话 其实还是有风险的会形成一波褒奖 没错 一个现在比方是一比六的情况下 朱雀是在进攻方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所以恩特也是赶紧去叫一个暂停 是 缓一下对方的手感 而且感觉他们战术是有的 是有实行到 但是没有 就是朱雀没有去撞到他们的一个圈套内 总是在一个 就前期的信息拿得非常的足 对 而且朱雀在打变速的一波进点的时候 他给的一些技能 包括打的也很果断 没错 所以恩特这边其实 在朱雀拿了这六分 基本上都被安了爆能器 是的 所以其实打爆能器只有一分 是自己强拆了爆能器 拿下的一个分数 所以我觉得对于恩特来说 这个暂停叫的也是比较及时的 赶紧去调整一下 看看队伍目前的一个战术状态 还有一个打法 而且现在朱雀来说 经济已经拉得非常的满了 而恩特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丢一分等于丢两分的一个情况 这感觉这张图 就老是跟恩特过不去了 对吧 之前打QE也是 也是打得很难受 今天打朱雀感觉也是打得很难受 现在赶紧要去来打中路了 朱雀这个位置 赶紧去给你变换打法 他以为中路转B的 但是实际上他是中路转A 这个位置再给一个郁城 那典礼的这个圣伯乐很危险 也是被宇墨给收掉了 本来还在架 看一下拉过来一枪都打掉B 这个暂停叫完回来之后 不乐观呀 是的 这个感觉真的 朱雀来到这张图来说 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哎呀 宇墨修头皮 没问题200块钱修理费 谢谢 SE想去保着把枪 因为队友实在是掉的太快了 哇 11-1的阿扬 然后宇墨也来到10-4的一个KD 是一个1-7的比分 我们看到Enter这里 狂烈之路和在一起都没有办法去释放 因为打太快了 打太快了 而前期Enter这里掉人掉的太快的情况下 你后续的残局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释放这个大招 就朱雀其实打得很果断 但是 对Enter来说 这分叫完暂停回来之后 还被打了个0换5 我觉得 不是很能接受 对 这一下感觉 你在变换战略的同时 我也可以变换自己的战术吗 是 是 就所以只能说朱雀 我觉得这个点错 确实做的比较好 就我觉得包括可能是他们的指挥 包括像他们的教练 在对手叫出暂停之后 他们也在想自己要该怎么打 对 我们不要说去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对面叫这个暂停的话 肯定是要针对我们一些什么 是的 所以我们就打一个 而且他们刚才中路的这波提速 确实打的Enter有一个措手不及 对 一般情况下你都是中路夹B点 对对对 但是你这波中路夹A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其实当时中路打提速的时候 所有人是往B点走的 而且听到你的脚步是往B点 就赶紧往回房的情况下 但是没想到中路这个地方 杀出了一个回马上 直接过来盯掉你的人 而且是一个一勺打多的一个情况 是 这到后面点里的一个小时 兮兮完全就蒙掉了 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对吧 中路怎么 对就破了 对就破了 就没有为什么就破了 反正 是的 但是现在Enter其实也是有过针对的 我们看刚刚上去的站位 其实是一个3A的一个站位 是 现在也是一个3A的站位 就是防止你去拿到更多的信息 其实放阿通一个人在点内 不是很明智 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就强刚那么多人 他只能选择放点 但是你放点的同时你当被 就是对方进点以后把这个枪位铺开 然后把爆能器下到一个二楼 回防是比较困难的 是 其实放点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有什么呢 就是有这边猎下的狂烈之怒 或者有回防性技能 对 有回防性技能 比如说全面封锁这种 但是现在你这个防守型的英雄拿的是个圣伯乐 而且你当时的一个狂烈之怒是 你是先掉了 所以其实你的一个回防是不好打的 是的 这里平时起了一把英雄的狂徒 那中路雨晨又被打掉 啊 雨晨是打掉约克 是的 约克也是被打掉了 那 哎呦 逐个急破了呀 这个位置 雨沫又打掉了小时七七 这样感觉 自己的枪械 算是烈士的情况下 并没有打出来鞋筒 这个位置 柏林 这个timing 我这个timing没抓到 还好是一个枪械有时而烈士 是的 过来看一下阿阳先收掉比尔压一波枪 Spring这边打掉雨沫之后 自己哦 再打一个 有没有机会 看一下 在这里是个残血的情况下 看他一个人能不能刚住了 45滴血 但是这个侧身马上就要抓到 Spring 他突然间回头了 哎 这个timing 是阿阳反而被Spring给抓到了 Spring是拿到了一波三杀 他在这个位置再往后 哎 头皮给没有看到 看到了 穿了一波 但是 独木是起来了 啊 从这里想 雨晨的想法是先安包 会比较合理一些 有没有问题 而且因为我这里是有自己的狂烈之怒在的 对 手包要不要去释放自己的 哎 这个换枪子还没被抓到了 啊 从倒 哪一打二这个位置 四杀的Spring 要来且拒认 有没有机会 一打一 两边在屁股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哦 雨晨刚住了 关键时刻啊 是的 想去拿这个五杀 但是这个血量太少 但是也是被雨晨一发头 对 恩特恩特 我觉得有一个点 不能够老是期盼着Spring 去打这种明星操作 是的 这种明星操作确实 你总是让他去当英雄 他是会累的 你知道 这一分其实我觉得Spring 已经做到了足够多的事情 他已经打了四个了 但是 最后一打一确实没打过 我觉得 情有可原 因为自己血量太少了 位置也是被雨晨知道 他是丧失了雨晨这个信息的 是 我觉得有一个点 就是恩特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就有没有人能够站出来 帮一下他 就英雄也是需要帮助的 要不要去选择 打一波非常贵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的状况下 但是恩特还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动防守的情况 是 这里还是 阿聪还是想跟你刚刚枪啊 两个人 不相上下 这里还是让了枪位 Spring的一个位置是一个飞玉秒点 是 小时其实这个位置 让队友打掉了消息无人机 中路 中路开枪 两边在对皮卡皮卡 这边雨晨 是被约克给收掉了 约克也终于 打掉了雨晨这个中路的位置 而且是雨晨是一把是个烟尾啊 对 这里 约克的身法更好刚才 哎 这个 这是啥呀 这雨默摸过来了 有没有机会 哎 看到了 压一波枪 阿聪还是倒了 两边烟尾都倒了 那可以集合打一波弊点 因为知道 知道恩特的一个布防是属于魁蛇一个单挂 然后其他人是一个重防 另外一个点是个重防 那这个地方也是欧毕头也是没办法 因为自己是已知位置 用命来安了一个爆能器 阿阳是组装了自己的孤高火力 加一个圆点雪人区的位置 中路还要选择轻一波怕你中路偷啊 阿阳 看一下这波雪 孤高这里孤高火力能不能去发挥 哎 这个太美 ac 还要被拉起来了 人数恩特是个大优 是要拿这一分 要来要过来先鞠一个 打了我一换一换二 看一下最后只剩雨沫 有人在拆了过来 sprint也是架住了雨沫 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一分是恩特终于是 连丢了这么多分之后是成功拿下了 就是现在b2是把 主要是把阿聪拿起来 这个烟味这个阻 烟味阻挡了是 朱雀的一个信息吗 是 是的2比8的比分 终于在长江去拿到了 这样 其实雨晨的魁妇 魁妇还是没有施展开来 是 还是留了一个魁妇 但 只能说是 恩特确实这一分 我感觉他们 亲近了所有 对 确实亲近了所有 拿到了这一分 是的 真的是亲近了所有 因为第一时间是 约克这里的狂烈之怒 打掉了欧比特 2比8的比分 上半场还有2分的情况下 欧比特还有自己的狂烈之怒 飙到了 要开吗 开了 要射一个解锋吗 感觉 不是很好射呀 逼了解锋两个技能出来 是的 但逼了技能的同时 这边Spring还是收掉了一个Berlin 过来阿阳一箱头 再打一个Spring 不要这个位置比较关键啊 藏在了玉晨下面 雨墨再收一个 过来看一下Ber 这个位置打一个 但阿阳来到一波三杀 一打三的一个残局 又是阿阳刚住了枪呀 是 是 这阿从一个人从中路的一个回房 知道你在下方的现在三个人 你怎么办 二楼还上去了一个一个飞玉苗 来 有没有机会阿从先收一个 哎 现在不要被拆成三个一打一吧 完了这个位置一打一 有是欧毕头 他的残局能不能拿下 欧毕头 测诚未看到了 哎 两边都看到了 哎 两边都看到了 看一下拿出来 谁拿谁 欧毕头 刚住了 刚住了收掉了阿从 是的 他没有选择去更稳的打法 确实 但是 只能够说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 恩特这边包括像是Spring 包括像是阿从 都已经是站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这种个人发挥的一个时间 已经是偏晚了一点点了 因为已经来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残局的一个劣势了 是的 这样其实更有 就是效率的去击溃对面的一个防线 是 这样 拿下了这一分以后 比分也是来到了2比9 上满场的最后一分 恩特这里经济啊 还是有钱起枪的 然后 小时期是可以提到自己的孤高火力 哎 孤高火力 哦 刚说完 有人想开魁副 直接被狙掉了 你是抓被抓了一个开魁副的timing 是的 没想到这个位置会去架一把狙 这很离谱感觉 对没想到这里是架在中路 这把孤高火力啊 哎可以拉可以拉可以拉 可以拉 这样人数来到军事的情况下 这个魁副虽然没了 哎过来一狙狙空了 哎呦余默今天感觉明居的一个手感 真的是不是很在线呀 是的 但是 spring 这里是半学以下了 要不要给奶一口 回一口回一口 是的回一口回一口 五个人是抱团来到了 a 外 阿阳站在高点看看 怕你前点有顶人的情况下 一个育苗位 直接薄冰 对边薄冰这边限制一下你的一个位置 但是 怎么说看一下羽默想要冲进去吗 有没有搜点没搜 spring 夹住把羽默给打掉 这个位置赶紧往回到 因为比尔这个位置是被照到了 而且巡迪剑探到了两个人的一个位置 这个郁城在的位置感觉对手很难受呀 再来一个 spring 有机会 spring 是被我闭头给收掉 那这个位置约克过来打一个阿阳 再打一个没问题 呃 二打一的一个残局 别着急 等待队友阿聪这个马上就赶过来了 一个74滴血的雨晨残血 比尔知道看到枪管了 看到枪管子 他知道一个人的位置放毒 看到了 哎 放枪 加钱收一个 直到一打一 怎么说 哦呦 雨晨 哇他这个感觉 他很稳呀 这像他没着急开枪打第二个人的时候 是的他就想打他的头 对他就等你蹲 然后停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再开枪 是的 这样这个一为二拿下的情况下 好像对于恩特来说情况不是特别的妙 对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受 就其实比尔是不是 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是被发现了的 所以其实他当时是想着 我再等一手等我那边的队友帮忙勾一下自己再拉出来 是的 没想到突然间雨晨拉过来先把自己给打掉了 雨晨是看到他的枪管 对看到他的枪管了 他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暴露了 然后其实他这波打法非常的明智 哎是 就雨晨这边先打一下钩子 然后想骗这个奶麻出来 然后最后你你不出来是吧 我先找你对吧 对2比10思路很清晰 是思路非常清晰 2比10来到下半场 又看这个首相局了 首相局其实如果被恩特拿下 其实他们翻盘的几率也是比较小的 哎两发子弹吗 就两发子弹架这个位置啊 两枪都没打到 打到了但是 没没没打到头 对我想说的是没打到头 是的这样赶紧奶妈 闲者也是回一下鞋 哎去看一下你包点你的人 这个消息消息消息无人机 也是没有拿到更多的信息 我比头过来 是的 老门这个位置 打掉 等一下过来 静点的一个位置看一下 哦穿烟 这个穿烟这把约克给穿掉了 有点不讲道理 雪人过来看一下怎么说 我比头先穿一个 有没有机会再打一个呢 雨沫过来了帮了一个忙 那最后只剩小时七星 血量太少了 也是被雨沫给收掉 其实想打一个非常规 这个这波战术 其实我是在 OOP的比赛中看到过 也是打想去打这个雪人位 但是雪人位的两个人 是架住了枪了 架住对是 对这样的话 其实你打一个飞 就是非常规的话 就是比较劣势了 哦我觉得他们很明智的一个点 就是我要等你 我没有听到你一个安包的声音 我不拉出来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安就是安包 其实你是有一个人丧失了战斗力嘛 然后我再拉出来的话 我可能会有一个占一个优势 但如果你在没有安包的时候 我拉出来 可能你就是忙忙多的人来架住我 所以我反而我是反架你 那你要打雪人位的话 那就只能被我打倒 而且好像 嗯他这里协同没有做好 总是一个人一个人拉出去一下的 哎呀这个位置 先鞠一个 哎呀我大脚步过来 还要再找另外一个 是的就等待你前进 呃约克这里 哦切换自己进去过来一局 哇一枪 收一个 那最后约克猛死的人位置是被发现了 哇打得很快 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枪械的烈士 也是那也是选择放 嗯这个赛点分了 起了一把肥掌 是 看一下这局吧 阿聪是一把封刺 我觉得现在打到现在为止 恩特脑子里面可能想的是下一张地图了已经 对对对 但是这把的手感要再热一热 对你现在问题有个点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你第二张图 你被这支度手感打热了之后 来到决胜图你是一个不利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个大比分 对大比分 当然其实他也有一个点就是没有那么折磨 就是可能对于恩特来说就是我确实打不过那就算了对吧 是的 没什么就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就最怕就是那种就可能我追分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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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的很紧了 然后到最后一口气没绷住 崩裂了的那种 没错这个位置先是还是先放一个消息温机来看一下一点这一点我们看到 这波穿应该是穿掉了雨晨但是阿阳反身打掉了 spring 对两边打了不一番一 但是屁股马上就到了 但是小事情有有预警在下因为自己的贵宾牵牵就被打掉了 这里 哎哎本林是被打掉 是的这个爆能器也是下在比较常规的位置 比尔州的阿阳 接下运营是一个枪械的一个烈士 过来看一下哎看到了 啊这个位置倒 最后往下跳太美被抓到了 是的 再跳跳跳跳跳跳 反正自己的血线也是比较低啊 其实低血就去下他们更多的枪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但是侧身是被比尔先收入囊中 是比尔拿到了一波三啥 也是枪械烈士嘛 这一分接着无所谓拒对无所谓了 但是那个因为下一场自己是自己的长枪拒 哎云莫是不准备起甲了 哇这么拼吗这直接是无假的狂徒 这感觉有点拼但是 可能想要跟着队友的一个节奏吧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去选择起到一个重甲 然后起了一把亥灵 这样其实确定自己的存活是比较高的 我吸个球再打一个我就有刀了对吧 但是这个位置确实 现在感觉这个 但手感正在起来的过程中 我就可以一发头对面对一个三杠 一个三比十二的比分 举利剑可以打得很快 但是但是听到对听到很多枪是的 发现太多了至少三四个那 升起来这个位置哎雨晨想要架一个位置没架到是的 这位置A点全被入境 对 把雨晨打掉 哎看到中路看到了吗 哎本令那个位置在打他 他交出了一个竹锋规避一下枪线 高能机是成功下载了包点位一个常规位置 这个高点阿聪还在加一个自己出烟的情况 四个人的回房四威武 无人机也看到了阿聪的一个位置 阿聪只能先往下跳不要着急 是的 那这波看下 哎循迪现看到两个人那个位置 两个人都在看左边的右边 哎有人挑头顶了本令打到一波双杀 但是sprint和贝尔各收一个 那二打三有人在拆有人在拆 哎有人在拆这个位置拆一半了 但哎打的全是参选没打死 这个位置过来能再收一个吗 就给你拖时间就完事了 没子弹再打一个 呃 拆是肯定是拆不掉了 只有sprint收掉这个人 但sprint能跑吗 难难难难他有一个 哎 哎竹锋被黏到了没有 这个这个没没了这个 这个但是应该是有经济起到长枪的 呃 应该是有的 这分暴能器是mvp好啊 是的 就他刚刚好预判着着风的位置就炸到这里 可以 主要他回头了 你把枪是没有爆下来 主要 其实前期的话 也是sprint打出一个突破口吧 对 把包典里的雨晨是给收掉的情况下 后续也是阿阳比较可惜一点 是打侧身子弹没了 哎对 就他当时没有一击毙命嘛 所以自己的子弹也是用完了 是的 这个地方哎呀看到 这个位置没有来得及走掉 跑枪 spring 是的还是由他拿到了手杀 这样包点 先混一波烟 因为玉晨是还在的 可以去选择去下玉晨但是 安特这个地方 是选择清一下后路 发现并没呃 应该是贵宾陷阱被打掉了 还是对 这个位置还在压一波圈 发发子弹很危险 但是也是知道了 这时候我比头的一个位置 快来有人在天上飞 是的 想打鸟有没有机会 拿出来pick 一直pick 哇雨沫的血量被下的很残 是的可能就有一滴血了 这个位置 还在残 哦自己的位置 电到了 spring 是的 倒能器成功下来包点里 现在只要找机会 哎接住了 这里雨沫一枪头先收一个 但是自己的血量不健康了已经 很难哎 再打一个约克 哦最后 贝尔是收掉了这个人 是的 我比12的比分这一波是一口局 因为朱雀这边来说 哎 我觉得朱雀可以叫三停了 嗯 就是因为已经是对连丢三分 而且 这分对于他们来说 因为就差一分吗 如果这分再被追回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压力 就会比较大了 是的 是要选择开启自己的 组装自己的孤高火力 对 但是 他这里就是进攻来说 可能 节奏会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能下包 还是这个魁复这个点 魁舍这个点 如果说你能下包 然后展开魁复的话 是可以很好的手下这一分的 但是因为赛点很多 你容错率没有了呀 是的 没有容错率了 但阿阳还是比较 稳的一个起枪 他害怕这分没拿下来 所以他还留了一点精气 但我觉得12分是可以 可以考虑不要留精气的吧 哎这个前顶 你点的前顶 这个位置阿阳是被接住了 是的 这里还是 哎 魁复开闪 但头上spring这个点是没看 哎 完了 这个欧比特在射箭的一个台名 是被spring给抓到了 那这份其实很脏 雨晨进来 先收下一个贝尔 但是打的不是 打的不是这个魁蛇 屁股又来了 柏林这个点还在屁股蛋 队友来了 一个1v2的一个绝 过来哦呦 敲到一枪头 先收一个没子弹了 但是也知道你屁股是有一个人了 今天可能只有一个的激光下来 哇这个 小时期期前后都有人 没办法雨晨过来再收掉个一些 哇魁复被打掉了一打二 重弹来到了雨沫身上 是的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的站位 其实是有一点 应该是架了个过点 这个对 约克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哎 过来听到脚步了 听到声音 对 可以假拆一下 片出来 拆手哎但是被穿了 在穿还在穿两个同时往下跳 没问题 有个约克是收掉了雨沫 拿到第六分 主要他是虽然听见了 所以你就跳上了这个阳台这个位置 但是具体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位置 是对 一个6比12的分数 还要追恩特 这里还是选择去 一口啊就是就是这些人一口 我觉得朱雀肯定是一口的 那阿阳是可以起到一把长枪的 因为上一把他是高火力嘛 对又是留经济的 雨沫这里的居然也没好 我觉得4分 一口局的话要不要 应该是不会不会去选择 释放自己的终极技能的 雨沫这个地方一个熊鹿 中午是选择前顶 呃A区选择前顶 但是小时期这个地方就丧失了timing 啊等第二次架出了阿阳 先把阿阳给打掉了 是的 撒五 跳起来 再找再找再勾 哎但雨沫的位置是被被发现了 一喷一喷哦雨沫被接住 是的看一下本领的位置赶紧跑 这被打了一个残血 但是也是成功回来了 你保证自己不不被阵亡是最重要的 哎 也只会冲出来完了 小时期期是接到了雨晨 还有一个她不知道但我必顽 这个位置能先收一个吗收一个 哎有人被吓到飞起来了 这空中也被接住 哇五五滴血五滴血无人机 直到有人啊 中路波铃又断掉了约克 但是哇那操作空间有点小 因为还有一个再起拉起一个阿聪 很稳啊肯定是不省技能的 因为我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要拉吗 听到脚步了 先收一个感觉可以拉人起来 这波有没有机会看一下本内 哎呦没有机会 7比12阿聪也是稳稳的架住了这把枪 就他听到你拉人起来的这个时间 他应该是不会去选择拉人 因为自己是一个一口局的情况 呃但是刚才我想说的一个点 他如果打他打一个的话 对他是可以拉起来的 对他如果打掉了阿聪 是可以拉一个人起来的 就直接把反手把欧比特拉起来 对欧比特还有一个狂烈之路 哎我我觉得这个暂停啊 觉得叫的有点慢了 那没关系自己还是手握着五个赛点 当然对于恩特来说是真的 呃没有容错 没有容错对 恩特是肯定没有容错的了 是的 这波是由朱雀叫暂停的 恩特会去采用什么样的战术针对 是我比较好奇的 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 进攻来说还是打的比较顺风顺水 呃信息其实也打的比较足 前期价默认的收益也是比较高的 是 就这一分确实可能朱雀想的是 刚刚好有这么多技能嘛 就看一下怎么去分配 利用一下这个技能 来去进行最后一分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这已经算是就最最有机会能够拿下的这分 如果这一分还拿不下来 万一是交了技能都拿不下来的话 那我就对朱雀来说可能大事不妙了 是的 但是朱雀现在这里三个中心技能的情况下 是比较有利于防守的 一个是魁蛇的魁复 他可以在前期直接开启自己的魁复 诶 然后阻止你近点 然后另外一点去选择重防 而且欧比特和闲者这里的大招也是有的 是可以再起吗 拉一个人起来对 这样这一合理的安排 这个大招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拿下这局比赛的 而且我们看到 是起了一把进攻明居啊 去的架 B 他没有选择架去架 A要选择架B 但是A标点是选择了前顶 这个薄冰 走位走位走位 是的 走位是被打掉了还是 那没办法 毕竟他不能攻击 这样的话他其实是丧失了进点的信息的 其实这个无人机是被打掉的情况下 他需要去拿人肉去探进的点 好在的是进点没有人 是 独木齐升齐 这边N特也打得很慢 因为他们的Sprint是起到了一把明居 明居这把枪在进攻方确实你想打快的话 得先架人 对 因为毕竟是截封明居嘛 所以的话进点唯一一个可以快速进点的人架的是明居 那可能他们会打得很慢 压缩时间 但是B包点现在是一个三个人的防守 哎走了 这个位置铺了一个毒 哎但给了技能他们应该能听得见 是的 奥比特也是慢慢慢慢缓过就是 转过来了 但是现在他们这个放点的情况 现在只是一个穿点 哎呦这个位置先露一下怕被抓台 你赶紧往后撤 我觉得现在时间再往下拖 对N特来说是不利的 因为时间来到半分钟 你要按这个暴能器的话 远处欧比特是可以给到一个 架是一个狂烈之怒的 是的 现在你看欧比特已经架在一个后点 这里的玉成已经起来先 对先把玉成破掉 看一下 这位置敢不敢去 暴能器按那大招开架是狂烈之怒 第一发 但是阿杨先收掉阿通 对第二发 还收掉第三发 这个位置一局是局掉了比尔 那时间之中十秒了 再给一个玉成这个位置 恩特感觉已经大势已去了 五四三 那我们要恭喜猪雀了 是的 成功拿下这一分也是赢下这一局 是恭喜猪雀 十三比七战胜了恩特 第二张图是拿下了 主要这张主要这一分 还是因为 Sprint起到了一把鸣鸣 他的进攻节奏 直接被这把鸣鸣拖垮了 而且前点其实我们看到 朱雀是完全没有漏的 他就在等待你漏点 但是一直你没有漏的情况下 我只能去强打这个包点 但是后期是因为你也说了 OBITO这里是有一个狂烈之怒 对对对 他在你下包的过程中 是可以去打到你下包的人 去拖延你的时间 去逼迫你的走位 其实我们看到他在架设狂烈之怒 打到这个比尔的身上的时候 是被羽默的鸣鸣收掉了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恩特来说 节奏就完全丧失掉了 是 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分是这样子的 就是暂停回来之后 恩特可能猜的是 就是因为朱雀的打发比较激进 他觉得你可能暂停过后回来 可能会打得主动一些 是的 所以我起到一把鸣鸣想去接住 你可能要前进打主动的人 没错 但是万万没想到朱雀一个暂停回来 是个对放慢的一个节奏 那其实鸣鸣这把鸣起出来之后 还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当时 恩特还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如果当时他们去换枪 就跟圣伯乐换一下枪 让圣伯乐来扛这个鸣鸣 然后让捷锋来打一个突破 把速度加快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的 但是还是那个点 其实当时我觉得朱雀在暂停过后 可能他们是稳定了一样东西 就是你们这几分丢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我给你找出来了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大招 狂烈之怒是很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只要站在正中间 你要进点安暴能器的时候 我就可以利用我的狂烈之怒 去进行一波 就是所谓的狂烈之怒架点 对吧 其实你看到OP的那个位置 其实架在了首方加复活点的位置 对 就是那个位置 他这个A这个B 都可以被他的大招打到 就听到哪边有脚步 我就去哪边去设这个大招 是的 所以其实当时我觉得朱雀的一个思路很明确 但是我觉得对恩特来说 他一个单挂的人想要去 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去找前顶的 就明居士来到B点 然后当时圣伯乐是单摸在A点 去架你一个就架一个默认 所以其实但是朱雀没有上这个档 就是我没有选择 因为我有大招 我没有必要去打那么激进 我就可以打的稍微比较偏 就等待你下包 稳妥一些 就等你下包 说白了就等你下包 然后去利用狂烈之怒 来造成一个人数上的一个优势 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朱雀在最后的思路是很明确 当然恩特也没错 没有什么问题 那看一下MVP是给到了雨沫 还是雨沫 他在这张地图上的确是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就是利用自己的不管是枪还是突破位进点 都是取到了巨大的优势 对但还有一个点就是虽然是 MVP给到雨沫是因为ACS确实比较高 而且他发挥也不错 对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一分其实对于朱雀来说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功劳 包括其实像是今天在第一张图 手感比较火热的阿阳 对到现在其实在第二张图 他有一个比较火热的一个手感 他拿到圣伯乐 其实手感是比较火热的 对包括雨晨 其实KD也是比较好 而且关键时刻的一个残局 他也是顶住了 对对对对 就有一波Spring想要做英雄 但结果到在最后的一个架枪 还是被架住了 是的 就那一波如果被5杀了的话 我感觉当时可能 恩特要追一波回来的 是的 其实手感其实是被Spring 其实他在最后Spring这个点 其实也是有做到自己的东西的 是是 在防守在后期防守的时候 他在也是能接到对方的进来的人 但是很很不幸运的是吧 就补枪太快了 是就比较可惜的一个点 就是朱雀来到这张地图以后 上一张地图可能出现的问题 他们解决了 就是补枪可能会比较慢 然后每个人可能会打的比较激进 变成干拉的一种打法 那这场比赛其实干拉有吗 有还在打个人的实力 但是他们做的更优化的一个点 就是我的补枪做的更快了 是的 我的跟进做的更好了更密切了 沟通会更加的充足 对我不要给太多机会给你 所以其实还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朱雀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恩特还是我觉得这张图没打过 我觉得地图也有一定的因素 他们确实在这张图 我觉得打的不是特别熟悉 是的 一个7比13的比分 36分钟的比赛 我们看到恩特还是Spring 打的比较好 对是 余莫果然是来到回到家 21个击杀 也是有着自己三个手杀 其实双方的截锋 在这张图上也是有着不错的发挥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恩特在后就是后面打到进攻的时候 其实有找一些节奏回来 但是因为比分拉的实在是太大了 就还是那个点就上一把说朱雀的那个点 就前期挖的坑太大了 是这把就是恩特恩特也是前期挖的坑太大了 导致到来的进攻方有一波是起势了 但是立刻就被朱雀给叫暂停给摁停了 是的 然后真翠这个战术可能也是有一些偏差 导致最后因为时间的压缩 没有时间去选择就是下暴能器了 对就只能说确实在暂停的时候 我觉得恩特这边的教练组给的也是挺明确的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思路也挺好的 就我一开始前几分 Spring都是没有去起一个明居 然后我是让他拿一个长枪去打突破 那这一分暂停完之后 我读你可能要打激进一些 所以我就要起明居来接你的人 但是当然当时朱雀的一个思路 就跟他相反了 对所以确实没有打出效果来 就还是那个问题 你前期挖坑挖的太大了 导致到你前期 确实你由于前期挖坑太大 然后导致到你后期的容错很低 你这个判断或者你一波的一个预判错了 那你有可能就掉入到万劫不复的一个深渊了 那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已经拿到12分了嘛 来到赛点 所以朱雀一分就能够赢 主要是还是就是下半场的首相局 没有成功的拿下来 是对 就只能说坑是一步步挖的 埋也是一步步把自己埋上去的 那是的 确实也不能怪别人 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BO3来到决胜图了嘛 那我觉得恩特在第二张图 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 调整完之后 我们我觉得第三张图它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一比一平 然后我们稍事休息等待第三张图的到来 如果你想要成功 那如果你想要成功 那如果你想要成功 那当然是个之后 一片是最大的 BIG 不然有敵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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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rkia immediately soars onto the site using his Blast Packs and Pain Shells to try and catch Danwonkia by surprise. But at this point, the site is empty. Most of Danwonkia have grouped up in B-Ally except for Texture, who is holding B-Heaven alone. Danwonkia place a variety of abilities on site to try and make their entry a bit easier. Newturn noticed the abilities coming from Alley, and now they know that some of Danwonkia's players are in that spot. Larkia, Solo, and Allao prepare for Danwonkia's entry through Alley, while Perry covers Heaven and Suggest watches their flanks from outside Garage. Notice how Newturn use information from their opponents to quickly decide how to stack their angles. Danwonkia's ability usage from Alley revealed enough of their players' locations to give Newturn a chance to make an educated guess on how to appropriately cover their entry. Finding nuggets of intel and efficiently communicating them is essential in Valorant. The quicker you can react to a tell from an opponent,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win a fight. Now it's time for Danwonkia to make their entrance. Kelly fires off a paranoia to cover them as they push onto site. It blinds Larkia, but it's not enough to stop him from getting that first pick onto Secret, putting Newturn at the man advantage. Ha! Got one! The rest of Danwonkia successfully make it to the site. Larkia makes the read that they're swinging around from the other side of Pillar, and presumably calls for Suggest to ult from Garage. Before the all comes through, though, Jonny peeks around the right side of the pillar, the Larkia is ready and waiting.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由富民体育主办的FGC瓦尔兰特邀请在2022年度第一赛季. 欢迎收看今天的比赛,我是杰说NC. 我是杰说小绝. 那看完这前两张地图,那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决胜图了. 是的. 确实,就如我们赛前说的,两支队伍对于这场比赛来说都是一定要拿下. 对,志在必得. 朱雀如果赢了的话,那他们是,刚才看了一下是没有加赛了已经,就确定是他们能够出现了. 那如果是恩特能够赢的话,那其实恩特还有理论上的一个出现可能. 对,就是朱雀输掉微博嘛,输给微博. 对,那命运来到了威风岛屿这张图上面来了,是吧? 那两支队伍要在微博岛屿这张图来决定自己接下来的一个命运了. 那看一下,就觉得赛前的一个数据是朱雀在这张图的一个胜率会偏高一些. 对,他们其实都是各打了一张,在这张图上就各打了一次嘛. 然后其实朱雀是赢下了,但是反观恩特是输掉,而且是一个比,就是6比13的比分. 比较大的一个比分. 对,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输掉的比,就是这场比赛. 而且他们的阵容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对,他们还是选择,就是第一张亚海选择,也是就是斯凯和KO的选择. 对,在这张地图上面也是斯凯和KO的选择. 刚刚也说了就是利弊,其实他们两个的属性是差不多的,但是是缺少了一个经典的碳信息的点,就是屁灵石虎这个点. 对,没错,就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在于KO在这一张地图,其实包括像他的一个零点秀探,包括像是他的一个大招. 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可能斯凯来说的话,他用起来的一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地图面积比较偏大嘛. 是的. 然后你的零点秀探想要精准的找到一个就是抑制住对手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但现在很多一些选手说这个零点秀探在他们手里的话变成一个比较轻点的一个工具,就是我需要去比如说打一个B点,这个死点位有没有人,那我就扔一个零点秀探过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人. 如果没有人的话,那我就可以去就是忽略这个位置,就不用去搜这个点了,那我就去搜别的点. 其实确实相对于可能其他图里面就是零点秀探有一个目标性的一个意志的,在这张图的话可能更多是一个清点的一个能力. 没错,其实还是考验双方选手就是拿到像斯凯或者Kio这样的英雄的选手,就是抓timing这个能力是要相对要比较卓越的,因为他的闪光什么时候去扔出去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对,而且其实Kio这边的一个个人单兵作战能力相对斯凯来说,我觉得可能会偏小一些, 就是他,斯凯强是强在于什么,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一些职业选手,就枪特别刚的职业选手,会选择拿到斯凯这个英雄,包括像阿阳对吧,枪很刚。 原因就是因为斯凯这个英雄确实在多点,清点的一个能力上会更强一些,他可以在同时包括自己刚才说过的那边灵之虎,引路之刺,还有一个决裂之灵,他可以清多个点。 所以其实在一个近点作战能力上面来说的话,他比Kio会更强一些,但Kio的话还是刚才说的更偏团队一些。 是的,其实他尤其是开启自己的无效命令之后,他可以作为一个二图这个位置,去复突位置,他也可以选择第一个。 第一突破。 对,第一突破,自己直接去拉进去嘛。 是,他倒了的话,队友还能帮忙拉一下。 但是不要去倒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尤其是很,其实知道是A门或者B门那个入口那个位置很容易被穿点的位置倒下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不好的,容易被别人补掉,或者是被敌人补掉自己的队友,拉人的时候。 对,就最简单一个点就是,特别是有时候我见到有些Kio倒的点,确实你队友想要去救他也比较难了。 是的。 倒叫什么纳米风取印,手稳,就我拉不拉你嘛,对吧,我不拉你好像不人道的话,我拉你我感觉自己也要没了,拉你起来可能你一瞬间你也要没了。 是的。 就确实,呃,只能确实就就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对于可能其他的一些突破位来说,他一个能够再拉起来的一个这个属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容称会偏高一些。 嗯,就当然你不要特别极端的情况嘛。 对,对。 其他情况还是能够拉起来的。 尤其是在Kio拥有着自己的,就是还是无效命令的时候,可能会更偏向于去打一波,或者是抱团去进行一个作战。 是,对,没错。 因为他那个倒下必须有队友来服,或者你一个人开启这个无效命令,其实在后续的作战情况下是没有的。 主要是他这个无效命令的抑制时间比较长,他是不停的刷新的,就你每吃一次的话会刷新一次你这个持续时间。 是的。 所以在当没有技能的情况下,包括像是,呃,就比如说我们rank里面经常看到一些瑞娜,我打了一个人吸不了血压,拉不了无敌,我完全废掉了,我的技能都没有用了。 那包括像是捷锋这种,对吧,我想要利用主锋拉开一个身位,没有,没有机会。 对,容错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确实Kio这个英雄在打一波的时候会很好用。 对的。 那在,特别是在打,在防守的时候,如果说你的一个大招,或者是你的一个零点秀探,能够抑制住对面的一个烟位的话,那对手在进点的时候是没有烟的。 有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脱节了,就是,呃,我突破位进去了,然后我闪光位没跟上,我烟位也没跟上,那完完全全就暴露在对手。 对,暴露在对手的一个枪线之下了,那就确实是比较难打。 所以还有一个英雄在这张图上也是非常适用,就是圣伯乐嘛。 哎,对,是,就还是回归那个点,我觉得三张图都挺适合圣伯乐的。 对,对,对。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觉得圣伯乐在这种就比较大的地图,然后,呃,狙击比较适合的地图,包括前压可能收获比较大的一些地图,我觉得它比较好用。 那这张图其实的烟位还是比较常规的,呃,魁蛇这样的烟位,还是因为大嘛,要分割战场啊。 是,没错。 其实呃,大家rank的时候也是会选择到用魁蛇这样的烟位。 就感觉在这张地图里面一个魁蛇等于两个烟,对对对。 就它的这个毒墙确实分割起来会稍微比其他的烟位,包括像是什么,对啊,幽影啊,心醉啊,这种会更好用。 是的,这样也是双方,也许先是锁定下了烟位,然后碧尔还是,哎,这烈销也是,还是拿信息的意义吧,好手。 诶,等等,说了这么久,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哦,就好像幽影没怎么上过场是吧。 的确,现在这个版本的幽影,的确相对于其他烟位要更弱一点。 就我记得之前是K1有可能会在这个牛丁那样图去拿幽影,但是幽影现在跟不死鸟,跟这个夜路一样都是百分之零的一个上场率,我印象中。 幽影相对于亚新坠,或者是这个,呃,炼狱之类的,对,确实会更乏力一些。 对,更乏力,确实,就他现在烟飘的这个,时间飘的很久。 我看到Burling这里是,对,是取到了这个斯凯的位置,还是斯凯和KO的位置嘛。 然后双方都会去选择用,用到盛伯乐。 盛伯乐,对,那来到一个地图全貌。就之前说过嘛,因为这张图是经过一次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版本更新。 它是在两个包点是有一个改动的。 对,尤其是在A门这个位置,它的门其实变得更厚一点。 对,更厚一点。 就防止你在穿了。 就还有像B点这个位置,这个死点位是加了一堵墙。 就其实对于防守方案来说,藏的位置更多了一点。 还有一个箱子,其实能看到很多选手选手在这个箱子能进行一个多杀的一个情况。 对,圆柱体,勤酒圆柱体,对吧。 这个那是勤王绕柱。 没错,没错。 想起来了,是吧。 这张图也是相对于较大的一张图也是有利于转点或者进行一个fake战术。 对,控中路很关键。 我觉得控中路对于你来说转点路线会更短,而且我觉得效率会更高。 是的,还有的选手就队伍会选择去打你的中路,把你这个两边的人去假断。 对,一个包夹的一个情况。 现在也是来到第三张地图,一比一的一个比分。 这里还是,Spring还是选择起到一把正义。 在这张图其实正义确实是蛮好用的。 因为就是在这种较远距离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情况下,正义其实一枪头还是能够,在手枪局是能够倒的。 是的,我们看到,朱雀这里还是一根水泥地剑去照一下。 那是中路来了,一枪头直接带走啊。 看下这个位置挂了一损,一枪,把雨晨也收掉了,这个位置照到了,赶紧往后撤,躲到了黄香之后。 哎,打一下这边回防的一个人,本领的位置很危险。 这个位置拉出来打了一个,还行,打了不一换一,二打二的一个残局。 但这里OB头这个血线是非常的低的。 这个是血皮了吧,这个是。 是的,一滴血,一个闪电缓存,但没有,闪电过载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人测身。 还被点了一下。 但是屁股马上就到了。 哎,这个还在勾。 这边溢出,能绷到他吗?好像绷不到。 他的位置是被确定了的。 哦,一百块钱很贵,一枪头还把OB头给收掉了。 最后远点队伍。 雨墨,二十五滴血。 先收一个,一打一。 哎呦,他已经在拆了。 拆一半,过来,感觉时间还是不够了。 再往下拆,时间被拖完了,拖完了,拖完了。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其实这个位置可以选择不去漏的。 等他过来,我能加一个过点。 确实就应该掩护一下队友去拆这个爆能器嘛。 对,如果他掉其实是非常尴尬的,因为队友在拆包。 而且时间被拖得很久了,就刚才说的这个点就是进攻方,进到点把爆能器安完之后,防守方想要去回防的话,如果你是从重生点这么来绕的话,是绕一个很远的一个距离的。 所以等你绕到位了之后,呃,其实你的时间已经过半了。 你再去去打回防,然后进攻方再拖一点时间的话,很容易爆能器就爆炸了。 是的,主要还是要控制这个时间的一个情况。 呃,现在手枪就是由朱雀先行拿下。 呃,这里,N头只能全的1扣了。 前顶,前顶,看一下想抓timing,但这个位置被点了两枪,雷击剑电到了。 伤害了,三个人的一波前顶。 呃,雨沫先拉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换下子弹的。 欧比特这边是打到了一波双杀。 循迪剑看一下贝尔的位置,也应该是5。 他把阿阳给收掉了。 但是无伤大雅,阿阳这里应该没有去选择。 诶,能压一波吗?哇,这欧比特被打掉,那1打3。 这里小时期有6发的自己的金牌猎头,要去选择绕后吗? 因为阿阳是倒了的情况,在后点是没有贵宾现行的。 是。 但是后面是有一个魁蛇在架的。 诶,雨沉在架。 雨沉,架住了。 有机会能再下一把,哦,精准! 一枪头,带掉了雨沉。 这个要不要拿一手他的亥灵? 还是选择,要来,要去打。 这个位置考验朱雀的残局时候到了。 这两个人的位置。 先清一下近点,怕你近点有人。 对,要做好补枪的,看一下。 诶,看到了。 其实还好,现在主要打枪,对于小时期期来说。 诶,我们先生一个,没机会。 主要他要去搜点,搜的点位太多了。 对,是。 被抓个侧身。 本里拿到一波三伤。 是的,这样很快的就有了自己的追猎之灵。 在下一波打团的时候是很有效用,很有效果的。 这样2-0领先,但是这里朱雀比较亏损的是掉了三把枪嘛。 恩特是全员起到了大枪的情况下,其实很有机会去拿下这一分的。 这一分看一下朱雀要怎么去起自己的一个枪线了。 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起枪方式吧,都是留了经济的。 就当这一分是之前说过很多次的bonus raw嘛,奖励回合对吧。 能下对手多少把枪就下多少把枪。 没错,这里直接去开启了自己的追猎之灵。 可以打一波快的。 那这个位置知道有人被抑制住了。 用不了技能,别过来。 诶,这个位置。 还好还好。 轻慢了,导致队友倒了。 那打了拨2-3,2-4,最后看一下timing。 这个位置没子弹了,过来还是收掉了一个AC。 打了三个人,我觉得朱雀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是的,这三个人打掉的情况下是经济还是比较难受的。 你看一下他们的钱是不够起到长枪的。 而且如果你起短枪的话,你必须去缩短去跟别人的对枪距离。 但是这张地图是比较大的。 对,他的对枪距离比较长嘛。 是比较远的。 而且你短枪对于中路的一个控制权其实是比较吃亏的。 想去掌控中路的话是比较吃亏。 这样,应该是要去打团了,就补枪比较快一点的位置。 他们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在中距离比较强的一些相比。 诶,这个位置是。 诶,他看到了,但是所以松手了,赶紧往回走。 怕被抓,这个位置没有选择去拿到这个技能点。 所以自己的孤高火力也没有组装成功。 这里无敌雨晨一个人在摸中路。 把节奏放下来。 对,就像刚才说的,NTO这边是中路只能放空给你了。 放下来。 我一直给你火拼了。 那雨沫这里。 雨沫过来,要面对约克。 雨沫夹住没有问题,把雨沫给打掉。 无人机进来探不到什么信息啊。 其实是一个近大员小,他贴在墙。 这个位置是被雨沫先看到。 想先掉雨沫的情况下,阿聪一个人在看中路。 这里一个跳看。 集合一波,想要打A点。 再跳。 阿聪,出一个赌。 这位是一箱头。 阿阳很准,先把阿聪给收掉。 雨沉是打掉约克。 这个位置看一下Spring能夹住几个人。 加一个。 想要打一波小配合,但一损没挂到。 这边伤害也没有很多。 别人是打掉雨沉。 那二打二,看一下。 碎片溢出。 知道你在包点下暴能器85滴血的OBITO能扛住三发狂吐子弹。 这里一打二。 十四发子弹。 两个测试。 两个测试。 能先收一个吗? 这边。 很可惜压枪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啊。 其实她很有机会的。 因为两个测试没有人看到她。 是,感觉有点着急了。 就突然间盛伯乐回头看她一眼,把她看着急了。 是的,2比2的比分。 这样是没有经济的。 这波打在Spring在包点是一个左右开工。 就是换到了不少的血量和人的。 是,感觉很有利于。 对了的回放。 就Bear这边是拿回自己比较擅长的英雄嘛。 拿到Kill之后。 手感突然起来了。 又起来了。 因为她第二张图确实在战绩就KDA看起来确实比较惨。 但是来到这张地图,前四分是拿到了7-1-1的一个KDA。 你不错啊这个。 是的,这样。 朱雀的只能选择一口了。 然后小时直接开启了自己的A出来。 没有问题。 她就是看你在抢这个timing。 上一局她就是抢这个timing过去了。 是。 所以这个位置现在是非常聪明。 直接拉出来就是一局。 然后回到自己比较安全的位置。 对。 这样开局人数优势就在Enter这边体现出来了。 因为A小这边也是被打掉一个雨墨嘛。 对。 3-5。 A二楼的位置你要再往前摸的话就是有一个贵宾现行啦。 而且是一把飞将的情况下。 Berlin这个位置如何选择呢? 等待队友。 暴能器是选择在中路徘徊。 其实还好的是这把雨晨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是因为是有一把英雄的狂图。 要集合打一部A吗? 但是这边防守方其实是在A点这边人比较多的。 你跟巡迪键是没有看到任何信息。 但是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预警啊。 知道可能会有人。 因为地图到现在没有看到你人在哪里。 时间来到30秒左右。 还在压缩时间去寻找信息。 但是Enter也不给你机会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拉出来。 Berlin回头一枪间是收掉的约克。 能再打一个吗? 没什么机会了。 那最后只剩雨晨。 暴能器材在比较尴尬的位置。 自己也是被贵民现行给发现了。 不准备走了就在这里。 架你。 谷高火力。 谁架谁这个位置。 小石七七没什么问题。 一局是拘掉了雨晨。 是的,这个位置被发现了呀。 3比2。 这里应该是没有起枪啊。 没有起枪。 还能减一把。 这样的经济雪球就稍微滚起来一些了。 很舒服。 约克只掉了约克一把枪的情况下。 也成功拿下这一分的一扣锯。 3比2的比分。 现在珠雪这里难提来了。 这一分怎么获得? 阿阳这里应该是要去开组装自己的孤高火力。 对,要组装一下孤高火力了。 是的,手感要赶紧打上来。 打起来了。 感觉这两支队伍这么打下去的话,有往加持的方向去奔。 是的,你一分我一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想抓胎面没抓到。 但是也是下了一些血线。 70滴血这个位置。 雨莫真的是捡回一条命啊。 比2是直接开下自己的无效命令。 这个位置中路阿阳还在摸。 但中路这个位置他拿枪不能用了呀。 这要是被抓到胎面是很难受的。 但是侧面侧面。 哎,哇,这Spring吓得烟都扔歪了。 看到一个,看到一个盛伯乐。 真的,不敢跟你对枪,因为知道你是孤高火力吗? 是,看到一个贵族。 那看一下这边雨莫慢慢摸过来。 这个位置有人在架。 近大远小能不能发现? 哎呦,要给闪。 哇,他给闪这波很稳。 哎,拿出来,没想到雨莫。 预秒点是出了一点失误。 是,本来也是打掉小时希希。 两边打了波二换一, 约克过来拿到了一波双杀。 自己拥有了狂烈之诺。 如果你下包的话,可能就要开始。 哎,要不要开? 哎,还不开吗? 感觉有点慢了,大招射一手。 哎,射到了欧比头身上。 哎,安包子不是我呀,你射我干嘛。 欧比头是倒了。 约克拿到了一波三杀。 两个人在包点里, 一个人在包点, 还有一个人在复活点的位置。 Spring三,两个人是选择。 然后, 约克是被雨莫给打掉了。 这边看一下两边过来。 有没有机会, 侧胜位。 雨莫是被Spring给收掉了。 雨莫一打二, 没有机会。 我还是选择单兵作战。 主要Spring 其实把那个头是瞬间秒掉了。 对,秒掉了。 这个反应很快。 是的, 其实他在看包点的情况下, 左边瞬间秒掉了雨晨。 还是比较可惜的。 单兵作战还是出现了一点点失误。 枪没刚住。 这就是单兵作战的缺点。 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你的枪法一定要硬, 你的状态一定要好。 是的。 不然的话, 其实你在倒了的时候, 你这个单兵作战, 队友是补不上枪, 你是白掉一个人的。 是的,这样。 4比2, 朱雀这里陷入了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这个位置。 这分丢完之后。 魂起的一个情况。 对,我觉得这分丢完之后, 朱雀是可以考虑一下暂停了。 是的。 稍微调整一下状态, 顺便。 说不定EKO翻盘了呢, 这里是看, 直接驾驭自己的军人。 无人机过来, 找一下, 两朵墙。 找一下。 但A点是有三个人, 四个人。 过来了, 这个位置被白到了, 看一下AC, 稍微躲一下, 这个位置右键。 还好吧, 能够捡枪还行。 这边要咬到了, 挂了一笋, 过来打一个。 约克补枪也是补掉了雨沫。 这个位置拉出来, 阿阳刚枪没刚过, 三打三。 五发子弹的B2。 约克也是收掉了, 我被讨雨沉在远点利用亥林, 是收掉了约克。 独木再起。 那看一下, 这个位置看里面被抓到了。 那这个位置本来也是收掉小时气息, 正如你所说, 这个EKO局还真的翻了。 主要近点的, 这个死点的人被抓住了呀。 是,被轻掉了。 是的。 这样EKO局翻盘, 其实也是为出去缓了一口气。 是。 但是还好的, Enter这里是可以有经济去骑到长枪的, 而且看到小时气就是扛了一把明鞠。 雨沫也扛了一把, 也应该是脚的明鞠。 脚的明鞠, 对。 但总的来说, 其实Enter这边经济还是很伤的, 他本来有一个精气的血球。 是的。 但是这波之后, 其实他的血球是有点滚不起来了。 没错, 而且SPM这波是不准备去开驾驭自己的巨人, 还是选择起枪。 巨人还是留在EKO局中路, 这个位置空居了。 一居没居到。 中路。 哎, 拿出来有没有机会, 哇,右居。 要来吗? 双杀。 SPRIN直接是把雨沫跟舞臂头给收掉了。 也不敢再漏了, 因为人数优势拿掉以后, 还是打得比较稳一些。 追猎之灵, 看到了SPRIN那个位置, 穿烟在穿掉了雨晨。 阿阳是完成了一波补枪的情况下, 但是队友没了呀。 Berlin还在选择, 就是摸点, 听见了, 有一个人在, 哎呦。 小时七七没有给机会, 拘掉了Berlin。 这一分过后, 我觉得朱雀真的可以考虑叫暂停了。 从这个位置看, 听到脚步。 侧面。 提前上一个预秒点, 没有问题是拿下了阿阳。 这一波是SPRIN的一波爆发, 中路是手撕了, 明居。 雨沫这里的手感还是有一点点没有起, 起来啊。 是,他明居两局空掉了。 是的。 其实这两局空的很致命。 主要是没有把SPRIN这个位置打掉。 可惜的一点, 要不要选择叫暂停, 还是没有选择叫暂停, 因为两边的比分还是咬的比较近的, 5比3的一个比分。 但是这一分自己的经济确实不乐观呀。 还是一波魂起。 对,还是一波魂起。 因为还是留了经济去, 强起, 硬刚这一分。 因为队友都起枪了, 我也要强起这个位置。 还是, 还是这个位置。 把Berlin给拘掉了。 像近点没有P0之虎, 还也没有。 没有闪, 关键是没有闪, 没有闪比较伤。 但是小CC好感呀。 这个位置, 哇, 巡迪箭打慢了, 两个人的位置被确定了。 进来感觉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看一下先收一个Ber, 这个位置能不能刚住。 他脑壳顶是有个结封的。 我羽目过来是射先收掉了Ber, 小CC在直下能不能狙一个, 狙空了, 也是被宇称给收掉。 场面瞬间来到了一个三打四的一个残局, 展开奎妇。 哎, 再收一个阿阳。 阿阳这边再打掉一个约克, 那二打四。 这样两个人又是血则照后的情况下, 奎妇想看, 你没有办法去轻这个人阿阳, 跟着近点。 打一换一。 一换一。 一打三的一个残局, 有人在高点, 穿屋, 雨墨, 硬架架, 做了这边的一个AC。 是的, 这样, 其实这波打得非常的快, 虽然前期被掉了的情况下, 利用竹锋直接进来, 而且那个巡迪箭是招了两个人打, 就慢了。 还是这个点。 巡迪箭招了两个人之后, 其实捷锋进来, 然后第一时间他们也没有去清这个捷锋, 没有被清掉, 是的。 所以做了太多的事情了, 感觉后续也等到了队友进点, 本来一开始有脱节的, 但是后续的话是跟上了。 跟上了。 因为第一时间你进点以后, 你只要保证自己不死的情况下, 其实队友很好进行补枪的。 感觉很胶着。 是的, 无比思比分。 想看精彩的加时局。 来吧, 拉满。 这里应该是, 要开启自己的巨刃了。 还是小时世界加在这个位置, 觉得你B好打五个人, 还是来强打你的B。 哎, 回血跳。 哎, 徐迪仙的位置, 他这个位置只能硬顶, 翔指不打吗? 可以撤到后点的, 他这个位置, 赶紧, 但是他打翔指的位置也是被发现了。 是的, 那队友赶紧过来帮一下忙, 直接开大招射一手, 一局局掉了小时七七, 第二发没有射到, 第三发也没有射到, 射到了队友, 看一下雨沫这边是先收掉了B2, 这一波雨沫跳到一个高点, 再打小时七七。 雨沫要发挥了, 再收一个。 漂亮, 一枪头就打掉了AC。 爆点也成功, 下到了爆点里, 然后这里。 过来呢,先标一个吗? 没标到雨沈, 是收掉Spring, 过来压一波枪, 约克一打二的一个残局。 有人绕中路了呀, 这个侧身。 走背头打侧身, 刚做的是收掉这个人, 5比5。 其实我觉得Spring那个位置, 很可惜的一点, 如果他用右键的话, 很可能是收掉这个人头。 他还是想保持一个后续的作战能力, 所以一点用左键。 5比5, 现在朱雀是把分数追平。 在Enter这里有经济, 还是有经济去骑到长枪的, 因为小时七这里是可以有自己的孤高活力。 阿阳也打算起孤高活力。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的经济可以考虑不用省, 因为这分, 哦,不对, 还是可以省一下。 对,队友是有一个只有150块钱。 对,对,对, 这个位置两边都是组装了自己的孤高活力, 中路这个位置是看不见的。 哇,抽一张,哇, 再抽真是不要钱啊, 这个子弹。 我以死神插肩而过。 是的, 这位置哦, 加一个污温, 打两个, 看一下约克的一个大招, 也是射掉了雨晨。 刚开局直接先掉三个人。 阿阳虽然把这边AC给补掉了, 但是人数上还是有一个劣势的, 有一个逐风过来了, 也是被接住。 可以, 后续的补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就阿聪这里发挥了。 对, 阿聪这一波双手太关键了。 关键。 而且后续的一个约克也是射掉了对手的一个魁蛇。 是的, 这样让KL去拆这个暴凑器, 自己也是有了无销命令。 你一分我一分, 真的是打得很胶着。 但是还好, 交替领先。 朱雀这里是有经济起枪的, 羽默也是有自己的巨人的。 还好这个大招是循环起来, 但是朱雀这里只有自己的巨人, 没有任何的大招了。 反观, 其实比尔这个位置还是能counter到巨人的。 对,能counter你的巨人, 因为我是有一个无销命令嘛。 是的, 6比5上半场最后一分小事奇迹, 还是选择架具在中路的位置。 现在抽一枪, 这就是圣伯乐。 对,圣伯乐这个强势点就在这。 他在防守方在抽了一枪, 他可以走。 要来打你的A, 14个人来了。 阿阳是单挂这个位置。 阿聪被招到了。 哎呀怎么办? 过来感觉有点危险, 试一下穿一下他。 收掉阿阳无敌余生, 收掉阿聪一个一换一。 你只是把自由人给打掉了, 这包夹是进来了已经。 没错。 只能说可能包夹不是那么好夹, 但是这个位置阿阳顶得很浅, Berlin这个位置顶得很浅, 是收掉的约克。 是的, 这里直接去防我家复我点的位置, 这个枪线一旦铺开可以很好的行程。 诶? 比尔的无效命令已经开过了吗? 是的, 他这波回方已经没有无效命令到一个雷击键, 电死了Spring。 是的, 又是一波一换一, 但人数优势是在这个测胜完了。 过来测胜, 先收一个比尔倒, 好, 那最后只剩下一个盛伯乐小时七七一把明居。 明居的情况下。 有个机会, 我有一波拿出来一标节标头, 收掉了这边小时七七。 上半场结束, 两边打成了个6比6平。 很胶着呀。 胶着, 真的是胶着。 是的, 这样, 其实上半场也是握手言和6比6平, 来到下半场, 这个首相局还是比较的关键的, 能不能靠首相局拉开比分是。 就比较关键, 就是谁能赢下首相局的话, 谁又有先机。 是的。 但是, 还是一个点吧, 就是, 恩特这边的一个盛伯乐来到进攻方之后, 他的威慑力的强度, 其实远没有防守方这么大。 是的。 那, 我觉得可能他更多的需要拼的是一个小时七七, 自己的一个个人能力。 个人实力。 对,个人能力了。 对, 因为现在对他来说, 其实在防守方的时候, 他可以去选择拼一枪, 在前点拼一枪, 然后我溜走。 对,是的。 但是现在来到进攻方以后, 就更考验你, 就是比较局限性。 对, 对, 他的一个一技能比较局限。 6比6的比分。 手枪去周路这个地方被照到了。 这个B2要选的去强拉吗? 两个人啊, 肯定是, 要去规避掉你的闪。 对。 闪光过载的。 过来看一下三个人, 包团要打一波B点吗? B点是有两个人在的, 而且门口是有一个贵宾现行。 中午这个位置还在不断的pick去找你的信息。 现在打的比较慢了, 恩特这里大脚步走, 但是这个位置会看到, 过点会有人, 但是有架有架有架, 能先架一个吗? 我利用竹梦, 赶紧走,赶紧走。 这个位置两个上下, 其实有预警的, 因为中路一直没有被控的, 没有控住, 但是也是知道你要打A了, 看到这么多张过点, 这边有人, 这边雨神是先收掉了小时七七。 这样后点, 其实你很好绕后了, 因为进, 什么了没有了, 哎,这个位置能再抓一个吗? 哎,这个位置, 被奶没了, AC这边直接是把雨神给收掉, 过来, 哎,把门关上, 他要回去了, 那这个位置阿阳是安全的目前。 爆能器还在等待这个独木的上升。 是,雨墨这边是先收掉了Spring, 30 seconds left, 迟到了闪, 过来, 有点, 哦呦,这个位置对枪没对过, 本来是倒了。 但是雨墨这个位置, 二打三, 二位, 二打二。 约克这里残血, 两边都是一个, 残血的一个情况, 有残血情况的存在。 雨墨这里, 血线更要更健康一点, 徐利剑知道贝尔的位置, 他需要打两枪, 对, 38底血需要打两枪的情况, 能不能刚住, 贝尔, 这位置贝尔, 如果被一枪定掉的话, 感觉就有点困难了, 看下拉出来谁打谁, 这位置, 照照到了, 欧比特的位置被确定了, 但欧比特拉出来先收一遍, 约克的血量也很残, 欧比特一波三杀, 主要是, 贝尔这个位置没有刚住, 呃, 也确实, 就拉被, 就其实他确定了, 欧比特的位置之后, 拉出来是被欧比特给收掉了, 对, 有点小小的时候, 这个位置其实被照到了, 两个人拉, 主要, 约克这个位置没办法拉, 因为他前点是有一个雨墨在直架他的, 对, 凭借欧比特一波三杀, 那主角是拿下手枪局, 有一个优势吧, 只能说, 要不要选择强起, 因为自己是下了暴能器的, 对于恩特这里, 还是, 应该是, 还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打法, 嗯, 一个一波一扣局, 这样, 其实, 就很有, 他还是怕自己也, 强起局被翻了, 哎, 就被, 然后就是又一个被, 比分拉大嘛, 是, 6比7, 群体键, 先看一下A点的一个位置, 群体键是被打掉了, 是的, 也是知道你A1是有人的, 这位贝尔直接选择去吸到你的技能球, 控一下球, 我们看到其实没, 呃, 小说七这个位置没有去选择单摸, 就还是选择跟团队走, 这样其实还是, 哎, 帮团队断个后嘛, 但是这个位置, 哎,被穿穿着一个残鞋, 这个雨晨, 很赶呢, 和七七这边, 就觉得很灵敏, 已经摸进来了, 他这个位置很关键, 他的血量很少, 这个位置独目一下的话, 就能看到很多人, 看到了看到了, 直到左边还有一个人, 看到小时七的位置, 雨晨拉出来, 先说一个打两个, 打到内波窗杀这个位置, 一局也是把小时七给拘掉, 过来雨晨一波三杀, 那最后只剩约克, 约克一打五的一个残局, 呃, 操作空间确实比较小, 穿穿穿, 没什么办法, 8比6, 对, 很多这个, 枪鞋的加上, 因为正面的队友都倒了, 主要你从, 呃, A门这个位置, 从杖云出来, 你是有一个, 简写的一个情况, 是,有一个debuff, 是的, 一个6比8的比分, 这样也是, 来到了, 恩特的长枪局, 雨沫还, 是起了, 起到了幻影, 哎, 起到了一把幻影, 那, 看一下这一分, 其实对于朱穴来说, 呃, 他可以利用上一局的一个枪械, 沿用到这一分, 然后去看一下能不能够, 尽可能去下恩特的一个枪械, 是的, 这样来到自己的长枪局的话, 是有, 不有几率获胜的, 如果要快速换一波B点的话, 感觉这波有机会堵得到的, 是的, 三B的一个防守, 打的还是比较慢, 恩特这里还在后前期的架点, 去, 防止你, L位的人下压起来, 但是这个位置, 应该是不会露更多的枪械给你, 知道你贵宾今天这个测身, 雨沫测身没加住, 反而扬倒了, 想要加后面的人, 比尔拉出来, 是没有给雨沫这个机会, 看一下, 这个位置, 那知道了, 这个位置是有个斯凯的, 拉过来, 直接把Berlin给收掉, 我比特过来, 想要帮队友找回场子, 是打了个一换一, 雨沉最后一个从, 守防加速度, 点挥防, 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位置, 对, 只下了一把枪, 对, 小枪只下了一把枪, 我觉得对朱雀来说不是特别乐观啊, 这个, 其实也还好, 因为这也是一个延续上一局比, 呃,枪系的一个情况嘛, 这把是可以起到长枪的, 但,但雨沫刚才强, 就起了一把枪之后, 导致到, 这分应该是起不到, 呃, 这个全甲全弹了, 对, 全甲是没了, 一个重甲是没有, 连一个轻甲都没有, 只能去抢起一把狂徒, 哇, 裸甲狂徒, 是的, 这个容错真的是好敌啊, 而且很难受的事情, 有三个人都是一个轻甲啊, 一个是裸甲, 但是还好的事情是, 狂徒你就可以一发头对面, 这个距离的话, 四个人, 三个人抱团是带着暴能续续来到了, L位的位置啊, spray一个, 寻敌见识, 没有看到更多的信息, 看一下阿阳, 阿阳这个位置, 这个距离下的一个撩拳感觉还是, 作战力不是特别强啊, 是的, 但是有一个武器劣势, 拿出来哦, 但是他敲一下头的就不一样了, 是的, 但自己也是一个, 残血的情况, 两边的圣伯乐都是一个残血的情况, 是, 还是要来带你的币吗, 中路已经压到近点了, 我们看到, 哎, 这个位置被阿同架住了, 是, 这个位置先把无人机打掉, 看一下后续近点情况, 羽默这个位置, 能不能打掉人烟, 有人混你的烟, 这个位置混烟, 出感觉有点不明, 这位置这边拿到这波双杂, 币尔过来打了一个阿阳, 场面来到一个二打三, 那个残局, 给一个散尘过仔, 过来雨晨回头, 这一场都带掉了币尔, 那AC最后也是被羽默给收掉了, 直接钻到了结封的顺云里面, 你想混烟, 不,我先混你的烟, 没错, 7比9的比分这样, 自己, 朱雪也是在自己的场上去, 也是刚住了, 但是, 恩特来说, 有经济吗, 还是有一点经济的, Spring要去吃一颗技能球了, 才能开启自己的巨刃, 对, 但是, 这边看一下, 要不要去针对一手, 就是如果你吸技能球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针对一手的, 现在很喜欢去针对这一手, 因为看到你的截缝是6比7, 是肯定要来骑这个技能球的, OK, 直接选择开启复, 展开启复, 但是也不打算去, 去阻止你去吸这个球了, 你吸就让你吸, 往上跳舞, 雨沫, 这个跌头, 收掉了AC, 是的, Spring, 要不要去选择把这把枪给拿上, 约克中路在单摸, A点肯定是去不了了, 冲魁复是一件不胜明智的选择,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魁复是, 开启在A的情况下还是一个, 这里是开进点掉了, 小时七七, 属于防守防重防A点嘛, 就是魁复也有人也有嘛, 对,就是防止你说我, 开启回复, 然后你还要乱我的点, 这边看一下雨沫跳下来, 先收掉了B, 而且Spring的位置很尴尬, 他被Berlin一直在那里穿, 那只剩约克了, 一打四的一个残局, 约克最后也是被Berlin给收掉, 10比7, 比分是逐渐被拉开, 而且这一局又是Enter的强起的情况, 这样这一局只能选择E口了呀, 我觉得这一分之后, Enter可以考虑叫暂停了, 我觉得这一分就可以叫暂停了, 因为已经情况不是很乐观了, 但是要不要选择叫暂停呢? 感觉可以等到下一分, 就是约克有大招, 之后就是约克和这边AC的一个, 呃, 魁复都有了之后, 可以考虑叫一个暂停去部署一下, 这阿聪这个地方是,呃, 起着飞这样的吧, 但是自己是有魁复的情况下, 可以去操作一下的, 看看眼, 主角给不赢你这个机会, 这个位置是, 我与莫站的高看的圆, 抓到了,抓到一个机器人的, 啊,蹦蹦跳跳, 贝尔还是跑掉了, 而且反而自己往下跳的时候, 崴到了脚, 刷点血量, 本来这边是收收收收掉了小石七七, 不必走这个位置, 哎, 没有没有没有给你机会啊, 是不是也是倒了, 就开了一发飞叫的情况下, 也是被收掉了这个, 哎呀, 过来, 碧尔也是被宇晨给打掉, 这里, 恩特是有一些着急了呀, 哎, 语莫, 完了, 语莫这几样, 空枪空的有点尴尬, 但是过来有偷, 因为切刀了, 但AC还是被收掉, 这个, 他们可能被前点的, 决人给吸引到注意力了, 是, 这一波一口局也是, 朱雀轻松拿下, 不叫暂停吗, 这张图, 我觉得恩特真的可以考虑叫暂停了呀, 已经算是背水一战, 他们已经在悬崖边上了, 这张图如果再输的话, 他们真的彻底无缘, 这个淘汰赛了, 是的, 而且Spring这个位置, 感觉还是要吃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他, 造成更多的击杀, 他这个, 解锋还是没有发挥出来, 因为一个静点的解锋的话, 还是要静点去多换几个人是比较好的, 第一时间不能让自己掉, 但是朱雀这个位置打开了呀, 不断的防守前压,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接接着站的高看到远, 打了不一换一, 边这边是打的不一换二, 直接假设狂烈之怒, 没有没有射到第三发, 看到了小时七七, 但是小时只有血皮了, 也是只有血皮了, 是血皮, 听到你闪转都走了, 要不要选择转点, 已经转过去了, 这个销行攻击机的timing是错过了, 哎, 约可这个位置下一个过点, 我比凑我比较关键, 这个位置看下看到了, 看到我比凑一个位置, 雷击剑射一手, 约可哦哦哦, 被敲了枪头敲到, 我约可偶尔指向, 那看一下这个位置, 有循璃剑, 再给一发循璃剑, 哎, 喘死了呀, 这个无人机还好, 然后这里, 雪皮的小石器器是收掉了, 雨晨, 要转点, 接着转, 听到大脚步走了, 但小到这个位置, 要看到人这个蹦蹦跳跳的变, 看到了,哎, 但不敢开枪, 没敢打, 要追, 要追, 但是对手是大脚步, 你是放, 怎么追上呢, 这个位置, 30秒的时间中, 窗口位置给一个烟, 只要加一个过点, 看到了, 哎,还在看, 看到了看到了, 诚心看到了, 互相看到对手应该是, 但这个烟过点, 你怎么过点呢, 哦, 直接开启, 但是屁股马上就要到, 哎, 没有想到, 这个位置, 这谁才是真正的老六, 谁才是真正的刺客啊, 一打三的一个残局, 看一下雨沫, 这个位置被标到了, 他混音进去的一个timing, 应该是要被抓到了, 哦呦, 回头, 反手给了一枪头, 说收掉了小时, 希希, 但自己的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因为收掉的不是, 这个魁蛇, 这个魁妇感觉, 有, 他没有把包囊在里面, 他可能有这个, 手稳, 手稳, 但他有序吗, 哎, 最后穿, 是穿到了头, 比尔拿到里面三杀, 可能知道你在魁妇里找人啊, 是, 没有人会一直等你, 除了老六, 哈哈哈, 确实, 现在老六不能叫老六了知道吗, 就我们得叫刺客, 啊, 除了刺客会一直等你, 啊,是的, 对吧, 近代时机, 其实这个位置, 的欧比特就有很, 很好的操作空间, 他一直在放, 一直在追, 对, 他觉得自己能打掉, 但是没想到比尔, 螳螂捕蝉, 黄雀彩虹, 是, 就, 就没办法, 就老六这种老六, 没错, 8比11的比分也是恩浩, 依靠不停的转点拿下了这一分啊, 一局, 哎呦, 今天雨莫感觉这个明确的手感, 并不是很好, 不是很乐观, 中路是打了一波突破, A包点是只有, 魁蛇一个人在的, 怎么办, 要开启自己的追猎之灵吗, 这个位置一个闪光闪到自己队友在, 没关系啊, 你有一个瞬音去遮蔽一下, 我来, 看一下雨菊这个位置是比较关键的, 能不能知道全身测身, 测身拉过来先收一个, 能再打一个吗, 压一波强没收掉, 打了波一换一, 我鼻头这里也是个残型, 我鼻头应该没了, 这个位置一居, 小时七七十八, 我鼻头给收掉了, 二打四, 往外架的一个timing, 是被Berlin给抓到了, 不开了, 一打三, 再炸一下, 被电了一下, 又被, 应该被抑制到了, 被这个, KL一直到了, 一直在标点上穿, 一直在标点, 这个位置, 不打吗, 不打吗, 这个位置要被穿死了呀, Berlin, 被一直穿, 闪光, 给闪拿出来打配合, 没问题, AC是收掉了最后的Berlin, 闪存过再去, 去拉一个这个技能, 让你背闪, 然后自己好出来打, 因为你已经是穿到了很多鞋了, 是, 就我没想到他那个巡递键没有考虑打, 雨晨这个位置很可惜的一点, 只换到一个, 最后被鼓掉了, 我觉得, 现在这个问题来到了朱雀这边, 可以考虑交参停了, 还好还好, 因为现在比分是领先的嘛, 但两分, 你现在对于对于自己来说, 如果再丢一分的话, 后续我觉得不管是经济, 还是各个方面, 士气各个方面, 我觉得是不乐观的呀, 小时七七是, 搅到了一把鸣鞠啊, 对, 是的, 这个位置还要中了, 给你直接, 好, 这个位置, 开始架你的中路, 防止你中路过点, 过来前压看信息的情况, 现在节奏是在自己手里, 给他一个闪门过载, 过来去清一下elbo这个位置, 先站下来, 中了还在架, 打的比较慢, 扭入之损, 摊到了信息, 有人, 哎,这个消息轮机是没有看到, 小时七七的位置的, 没有看到, 是的, 小时七七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 比较关键, 这个位置能不能架到中路过点的人, 但是现在大部队是来到了A啊, A点这个位置, 雨晨这个位置很关键, 还是他, 还是这个位置, 经典他的一个雨晨位, 是的, 这个位置先要向, 但如果被发现了的话, 约克是可以直接架射自己的狂烈直路去射他的, 哎, 过来, 大招看一下射谁, 呃, 清点第二发,第三发, 射, 没射到, 雨晨这个位置能打到人过点位吗? 没有发现他这里, 这边, 欧比特是先收掉一个Spring, 看一下这波, 穿烟, 开启, 追列之铃, 跟着这个追列之铃走, 这个位置, 保持近点啦, 这个位置, 是AC是先掉了, 雨晨打一个, 看一下三打五, 这边, 过来, 有没有机会, 再打一个, 把约克也给收掉了, 拉出来, 欧比特是打掉b, 那这波感觉恩特有点糟糕了呀, 是的, 这样Demo的这个, 这个名军要拱手让人了呀, 感觉, 一打五的一个残局, 看一下, 巡迹剑, 哎, 这个人, 他有刀人, 不讲武德, 这, 我, 我能理解一个点, 就是, 欧比特可能想要去竞选, 我们这一次FGC玩的邀请赛的, 刀王, 因为他曾经在一场比赛里面, 刀了两个, 但, 确定你的位置情况下, 我就提前刀, 这个人他是, 有活他真, 他真整呀, 就真的, 你要知道这一场对应来说很重要, 决胜图了12比9, 他拿个刀, 他觉得, 搞绷别人的心态更重要一些, 可能是吧, 是的, 9比12, 这样, 又是, 朱穴, 三个, 塞点, 对, 宇墨, 银, 银一个呀, 一银, 终于银到他小直七七反射, 也银一个, 这边引路之损, 自闪自拉, 打掉约克也是收掉了AC, 这样我们看呢, 其实, 这个位置这里还有个残血, 感觉已经难了, 是的, 大师感觉, 这个没有放, 再抱我的天, 这一波, 骗到了呀, 这波秀到了, 又是他, 又是小石七七, 最后看一下小石七七一打, 不会要来刀吧, 不会又要来刀吧, 最后宇晨还是干净利落解决战斗, 恭喜, 恭喜朱雀, 十三比九, 是战胜了恩特, 后期其实也是刚住了, 主要是住在这里, 还是刚刚说宇晨那个点, 真的是站了很久, 他一直在找台名去抓人, 就包括其实最后一分这边, Baring的一个斯凯, 确实这个引路之损玩得很, 嗅到了, 对, 就包括最后他这个鸟不爆, 然后等他回头了, 又爆了, 又爆了, 这个被骗到了, 感觉可能需要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中心APP去, 对吧, 防止受骗, 因为确实斯凯这个引路之损,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他操作空间很大, 操作的一个上限很高, 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引路之损, 他可以选择拉枪线, 他可以选择延迟爆, 什么各个方面都可以去用, 所以确实只能说, 我用做了这个关注呈…